《三十六張》大概是…可能是歷來引起最大正義的一張 就是說這一張完全是兩面的 就是說一個是給老子正面肯定的 一個是給老子負面否定 就是說給他說他這個是 是完全強調是陰謀詐述 那原因就在於 字的解釋也有很大落差 這一張的字的解釋 那麼我們來看 我們看這一張是在 這一張我們課本沒選 所以各位看我們的講義 將欲敘之 必顧張之 將欲弱之 必顧強之 將欲廢之 必顧興之 將欲奪之 必顧宇之 世衛為民 裸若勝剛強 余不可託於冤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那他分成兩個大 基本上分成 兩個部分或三個部分 看你怎麼噴 反正到世衛為民 那個是前一段沒有問題 那裸若勝剛強後面應該是一個段 就是說前面講的是一個觀察的結果 後面是告訴你一個道理這樣子 那麼甚至是推到政治上面去 那按照韓非子的解釋 我們先說按照韓非子的解釋 這一張是激詐的 就是勸人家要用會這個全變激詐術 你說將要怎樣子 就一定要故意讓他怎樣子之類的 那我們先不說這個 我們先說我們的理解 就我的理解這一張其實是在陳述一個事實 這將遇如何如何 必故如何如何是一個 將遇是一個已經發生的事情 對不起未來要發生的事情 是將要怎樣子 將然之詞 就將遇就是將然之詞 將要發生怎樣子的事情 必故就是已然之詞 將來就是還沒有發生 以然就是已經發生 所以將要怎樣子 就是本來已經怎樣子的 就已經如何如何的 所以將遇在詐之必故章之 將要合起來的 這個詐是合的意思 詐本來是 詐有的本子做這個詐 詐就是合啦 那麼這兩個字通用 這個詐 詐文說詐練筆也 那麼 對不起寫錯了 說筆 一約煉氣 其實意思是一樣啦 說筆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啊 那就是煉氣嘛 這樣把鼻子說一下 那當然是 所以就引申為合起來的意思 必合 必合 所以那幾個詐啊 將遇系之 必故章之 那也總共有八個詐嘛 詐就是者 所以將遇系之 必故章之 將要系者 必故章者 將要收合 閉合的 一定是本來就張開的 比如說你這個 這個看表演看的啊 這個嘴巴都張開了 然後老師說嘴巴閉起來 那你本來張開才能閉起來 不能說你閉起來的時候又閉起來 那就說你再閉緊一點 你不能說閉起來嘛 所以他這個是陳述一個事實 那博書甲乙本那個故啊 故 好 博書甲乙本都做過古 古代的故事 故事啊就是古事嘛 所以必故就是一定 他已經老早就這樣子了 所以做這個故事啊不是 不是這個故事當然 一個就是古嘛 就是本來嘛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解為這個故嘛 那這個故就是故意的意思 好 那這個我們等下再說 這兩個說法 就是這個說法就是我們採取的 這個說法就是 這個說法是韓非子採取的 好韓非子採取的 那等下我們再來說韓非子採取的 好韓非子 然後我們會引到說林篇裡面就 把它解為故意或姑且這樣子 那 好張當然是張開沒有問題啦 那就是擴張 引申為擴張 好 將予日若之 這個若是衰落啦 所以將要衰落的東西啊 一定是本來就強盛的東西啊 必顧強者 好 將予廢之 必顧兴之 廢是廢氣啦 毀滅啦 廢毀 就是拋棄 就將要被廢棄 必顧兴之 兴是兴舉 兴舉 好這是對局嘛 都是相對的嘛 廢氣兴舉都是相對的 好 那將予這個 奪之 必顧允之 那將予奪之啊 這個奪當然是奪取啦 沒有問題啊 不過韓非子御老篇啊 韓非子御老篇啊 做取 將予取之 將要把它拿來 不是奪啦 就是 這個拿跟奪 到底還是不一樣嘛 拿就是 平常的敘述而已 就是說把那個東西拿過來 跟你把那個東西搶過來 不一樣嘛 奪取跟取是不一樣 所以將予取之 必顧允之 好取允之間 我們說 取允之間 取允之間 取允就比較好 就是 拿跟給 允就是給嘛 取是拿嘛 將予取之 將要把它拿回來的 一定是本來就送給他的 這樣子 那就一定是本來就給予他的 跟將 將予奪之 就比較強 語意比較強 好像是要把人家搶取 奪是搶取嘛 好 世衛為名 為名就是姬仙的徵兆啦 姬仙的徵兆 就是姬 這個姬就是我們 寫這個姬為的姬 就是姬 事情還沒有看到 就很微小的那個 所以姬仙的徵兆是說 這些事情啊 看起來啊 好像是不明顯 但是實際上是 如果你仔細看的話 他是暗暗的 他暗暗之中啊 就已經可以清楚的 表示出來了 所以他是有徵兆可循的 好 那當然這個其實他講的就是說 在張開 強盛 這個興舉 以及給予的時候啊 已經有閉合衰弱廢棄 跟被拿走的徵兆在其中 那麼這個雖然是很優微啦 但是事情已經可以明顯的看出來 所以這個告誡啦 老子是告誡人家說 不要認為啊 你張開就可以張開的很久 你張開應該要知道 要合適度的時候合起來 合起來以後才能再張開 不然你一直張開 張開到最後就沒辦法合起來 死掉了 這個疲乏掉了 當然也是勸勸你說不要認為啊 你可以張得很久 當然張這裡面就引申說 你以為可以不停的擴張 不斷的擴張 私利不斷的越來越大 不可能的 比如說你不要認為你的強 這個因為是 江一弱之必顧強之嘛 所以你不要認為你的剛強 你的強盛是可以維持得很久的 你仗勢你可以維持很久 結果你沒想到你就會被衰弱了 所以你要先剛強 你就要先這個佔於羅弱 然後再來繼續剛強 他有越來越強 但是要反覆不停的 這個往上爬的意思 好 那你不要被 以為被這個興舉了 你就可以說 一直不停的往上爬升 比如說有些人 被重用以後就一直認為 他可以繼續被重用到選總統 結果不肯下來 結果他應該下來的時候 他不肯下來 結果下台的身影就很不好看 結果就不好嘛 當然是你應該知道說 被興舉就有可能被廢棄嘛 所以當然是先要有被興舉 那下一步可能被廢棄 所以你應該要有更好的準備 那麼你即使要再往上爬 也應該還要有更強的東西 可以讓你往上發展 所以人家給予你就認為說 每次他都會給予 比如說我們之前有發一些什麼補助 然後就不停的要求要繼續補助 而且越補助越多 然後政府就會負擔的受不了 所以你就要想到說 本來有給你的時候 當然就可能被拿走嘛 不可能擁有都有 不可能永遠都有嘛 那這些都是事物發展的道理啦 就是說從沒有到有 到從有到沒有 這些都是應該要認知的 所以要常常居以柔弱 居以柔弱才能夠繼續擁有 繼續往前發展 所以底下才會說 柔弱聖鋼牆嘛 他不是立刻就接 柔弱聖鋼牆了嗎 那老子在這個 做人事的觀察以後 在現實世界裡面做了一些觀察以後 他知道柔弱才能夠 因為他比較含戀 比較縮戀 不要逞強他是含戀 所以他能夠持久 他具有韌性 韌性跟持久性嘛 你一直要張當然不可能 比如說我們一直擴張 一直叫你一直張開你的雙手 然後你張到最後一定很受不了 你一定要閉合一下 閉合一下再張開 那可能力量更大嘛 所以看到外面的一般的人就說 因為他彰顯外露啊 所以不容易持久 所以他勸你應該要居於柔弱 這還是守柔嘛 基本上是守柔 守柔的目的就是要強嘛 所以柔弱勝剛強 道理是這樣講的嘛 柔弱是最後是要勝剛強嘛 並不是永遠居於柔弱嘛 那你要剛強你就必須要 從柔弱的地方做起 所以老子看事情是從負面看的 退一步來看 從反面來看 然後讓你回到柔弱的地步 往前再走 這個以前有一些政治名言就是說 蹲下是為了要跳得更高嘛 那可以用來講老子 老子就是如此 一定要常常不要忘掉 處在柔弱 處在碑下 因為下一步你是要往更剛強的地方走 那這個我說過說 老子的柔弱是有目的的 他的目的就是要勝剛強 那這個是好還是不好 當然可以評斷啦 因為他是有目的性 目的性 有目的性 有目的性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我不敢評斷我只是說 他是有目的的沒有問題 好後面一句是講到政治上面來 但是用水跟魚的關係來做對比 魚不可脫魚淵 魚不可以離開水啦 這脫就是脫離啦 魚淵在這裡本來是深淵嘛 本來是深的水 不過這裡就是一般所說的水啦 就是魚離不開水 當然人離不開道啦 這個比喻是這樣子啦 魚離不開水人離不開道 那道是裸弱的嘛 所以人應該自居於裸弱 以免啊離道 上次不是說我們這個 要復歸於嬰兒 復歸於蒲 復歸於無極嗎 那都是回到道 都是復歸 本來不是 本來已經離開了嘛 就像你張 牆 星 雨 這些其實都已經離開了那個裸弱了 所以你既然有了這些剛強了 你就應該退回裸弱那邊去 然後再繼續往前走這樣子 好 那國之利器不可以施人啦 那個施 這個施各位還記得嗎 上次那個魏公子類傳啦 不是舉手施公子約嗎 舉手施公子約 他是用這個舉手施公子 我們不是說這個施就是這個施嗎 施就是炫施 給你看給人家看炫耀 所以這個國之利器不可以施人 就是國家的利器不可以拿來炫耀 不可以拿來炫世 那於是就什麼是利器呢 國家的利器不可以隨便拿來炫耀 也就是說不可以隨便拿來威嚇人民 讓人民怕你 這當然是講治國之氣啦 只是說這個利器啊 太多種說法啦 我這邊不一一說 我說幾個你們就知道 譬如有人說是主權 國家的主權 那國家的主權不能拿來講嗎 當然應該可以拿來講 只是說不要拿來壓逼 威逼人民 當然要看情況啦 這裡應該是指國內啦 沒有找到國際啦 好 那另外有個說法是賞罰 韓非子的遇老篇就把這個利器解為賞罰 當然賞罰啊 是國家的利器沒錯啦 賞善罰惡嘛 那麼法家最重視的就是說 有公則賞 無公則罰 或是有罪則罰這樣子 所以賞罰也是利器的一種說法 另外一個是指什麼 聖治人益巧利 這些就是所謂利器 這個我覺得比較不好 聖治人益巧利不應該說是利器 我覺得這個說法比較不好 那麼當然最直接的就是兵力嘛 兵權嘛 治國的利器就指打仗嘛 擁有軍力嘛 兵力 兵權 這個說法當然是比較晚說 晚出的 但是我就不說是誰講的啦 因為誰講的 你們還要記就先不必啦 這個剛剛開始讀得懂就好啦 先不要 等到你們真的要研究了說 各種說法你就會去收集啦 好 那麼反正這裡啦 這個利器就是治國的這個工具啦 治國的工具啦 治國的工具啊 當然是要讓人民安定的生活嘛 不是要拿來威逼人民的 所以國之利器不可以拿來炫事炫耀 好 那也就是說這是為國軍講的 治國的國軍啊 那麼你應該啊這個 你掌握了國家的利器 但是應該要守羅遷退 靜默含煉 像魚悠遊於水中一樣 不要像魚啊脫離了水中 然後拿來威逅人民 那拿來威逅人民啊 就反而不能持久 可能會被人民反抗 反抗反對或反抗 甚至啊最後就被人民推翻了啦 所以這裡啊只強調 不可以拿嚴刑禁法來威逅人民 所以基本上這個利器 偏向於嚴刑禁法或者是 乘仗士兵力強大 然後在那邊亂打 到處打仗這樣的意思啦 好 所以我們看到這一張 基本上是老子對統治者啊 所發的一個警惕的話啦 就是說叫統治者不要隨便逞強 然後來發動戰爭啊 或者是威逅人民啊 應該是這個意思 可是前人就不是啦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啊 就說啊這個是老子的全魔詐述 所以我在第八頁就說啊 這段文字啊被法家所利用 那麼也常常被誤解 當然被誤解 好這兩個詞各位一定要記得啊 誤解是錯誤的認識 認知錯了 就他不能夠正確的認知 這叫誤解 曲解是他知道 他知道什麼意思 他故意把它扭曲 所以曲解當然是比較不好啦 就你明明知道不是這個意思 可是你故意把它講成這個意思 扭曲人家的意思 那誤解的話 等於他沒辦法正確的認知 當然 法家是誤解還是曲解呢 當然我認為他是曲解 他不是不知道 他故意把它扭曲來講 那當然有人誤解 比如說這個兩個把它分開來 有人是誤解有人是曲解 那基本上 基本上宋明禮節 有些人可能是誤解 但是韓非子其實老早就故意把它轉了 你看我這邊特別寫嘛 我說韓非極為曲解的第一人 我說非誤解 我特別標明非誤解 因為誤解的話就沒有什麼罪 誤解是你程度比較差 都不懂而已 曲解的話就最大 比如說你明明不是這樣 你明明知道他不是那個意思 我們有時候吵架就是這樣子 吵架就明明知道他不是那個意思 然後就故意把它扭曲 講到最後他就暴怒 然後你就贏了這樣子 不管是蘭里之間吵架 還是朋友之間吵架 還是政黨之間吵架 多容易如此 這個是不可取的 可是人本來就 本來就不是完全理性的嘛 我說為了達到目的 就是會曲解別的 但誤解的話我就覺得可以原諒 因為他沒有到 他讀不懂嘛 那我們常常讀不懂嘛 不是嗎 我們常常讀不懂 這個很正常 而且我們讀文學作品 常常誤讀嘛 不是嗎 誤讀 誤讀就讀得好 其實你誤讀了 然後就哇 你就是那個有同學或老師說 你講得真好 其實你根本是誤讀 但誤讀也有好處 因為他可能 讓那個文章作品更加的豐富 可以讀出更多的層次來 可是問題是什麼才是正確的讀呢 這就是霍社理論裡面強調的 尤其是讀者理論裡面強調 讀者理論就是作品寫完 作者就死了 這羅蘭巴特的名言嘛 就是作者已死 作品完成的話就變成文本 文本的話就是詮釋者的權力了 作者沒有權力管 也沒有什麼正確的解讀 這個說法當然有危險 因為所有的作品他都有背景嘛 那文本理論是把背景排除掉的 不用講背景的 所以也不用去談這個作者是誰 然後作者為什麼寫了這首詩 比如說我們這個化美生前 路十五各位都知道 那不是送給 不是真的送給小姑 送給婆婆的嘛 那是考試的時候先說 我這樣寫你覺得好不好 就送給考官說 你這樣有沒有投合你的口味啊 我們知道唐人的詩常常是有這種情形嘛 可是文本主義的話就不會管你這個 所以我們能夠正確的讀當然更好 但是有時候不免誤解 我記得文學作品誤讀是常常有的 可是誤讀究竟是可以原諒的 可是你明明知道他不是那樣子 你去把他驅解 那就比較危險 而且那比較沒有道德 也沒有道德 那這個就是韓非子當然是 故意把他轉為他那一套理論裡面來用他 因為我們說司馬先就知道 韓非子跟老子關係很深 所以把他寫在一個傳裡面嘛 法家是從道家來的嘛 那道家本來沒有權詐 只有權謀 也不是只有權變啊 那權變轉成權詐 當然是韓非子的一個大轉折 那我們來看韓非子 譽導篇怎麼講 然後再來說他為什麼這樣把它解釋 當然這個也可能是我很主觀的 說不定韓非子只是因為程度不太好 所以誤解了也不一定 我想韓非子不會那麼差 他的能力不會那麼差 以我對韓非子的了解 他有時候都是硬拗的 他不是不知道 他就是為了要達到他的那個說法 他一定要那樣把他扭曲的解釋 那麼他說 他說 他把老子的話引來分段拆解 他用歷史去印證他 所以是御老篇 他用比喻的方式來解釋老子 他說夜王入患以吾而官之發起已必吾 這個故事大家都知道吧 這夜王勾劍在會計被吾王夫差打敗了 這故事大家都聽過吧 小時候大家都知道 這個勾劍不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然後後來就復國了嗎 臥心長膽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考大學的時候不多臥心長膽嗎 至少都知道這個故事對不對 這個故事不是造出來的 這故事左撰國語裡面都記載 尤其是國語記載的更詳細 國語的五語粵語特別記載這個 那個夜王郭劍在那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怎麼樣多生小孩 怎麼樣子然後去拉攏民心 都記載得很清楚都有 這個確實是這樣 夜王郭劍去到吾國去稱臣 他到吾國去當奴隸去了 然後就告訴吾國說 哎呀你那個現在最強的就是齊國 你只要把齊國打敗啦天下就是你的啦 結果吾王復拆浩大喜功啊 就真的去打齊國 結果就把齊國打敗了 結果把齊國打敗了 他越國這邊發病打他他根本就救不了 結果最後吾王 我吾王郭劍被逼得自殺 國語裡面還記載 他這個因為越王被打敗的時候 吾王復拆不是就原諒他了嗎 越王就說我以前啊 我也原諒過你啊 然後你現在應該原諒我 他說不行 結果就自殺了 那個吾王復拆就自殺了 這個事情我想 在當時應該是很流行的一個故事 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他就只這樣敘述 他沒有詳細敘述那個故事的整個過程 他只是用了這個概要的去說 越王入奉於武的官之發起 避武避是疲蔽的 或者說困避的意思 拜他讓他疲蔽了 讓他這個疲憊而被打 那吾國就滅亡了 吾國因此就滅亡了 就是說因為他 仗勢他的強大 去打強大的 結果兩個強大的打一打 就軟了 就衰落了嘛 那越國就可以趁機就把他打敗 吾兵 既勝其人與愛嶺 這就繼續講 前面不是講那個吾兵嗎 所以在愛嶺這個地方 愛嶺是個地名 在愛嶺這個地方勝其人 藏之於江濟 這個藏讀為藏 是勢力擴張的意思 在長江跟濟水 這個地方擴張了他的勢力 結果強之於黃池 好這個強之於黃池是指 吾進爭盟 吾國跟晉國爭作盟主 那晉國本來就是盟主 晉國一向都是中原的盟主 結果吾國想要取代他當盟主 就去跟晉國爭盟 這個晉國爭盟這件事情 歷史上面有不同的記載 有的書說是晉國最後是變盟主 有的說是吾國最後變盟主 可是從上下文來推定 應該是吾國最後爭到了盟主 晉國讓他了 晉國讓他取代為盟主 那麼結果他盟主 根本沒當多久就完蛋了 國家都被滅亡了 因為他其實沒有能力當盟主 沒有那個能力 所以故可治於五福 所以在五福這個地方就被控制了 就被人家打敗了 這就指他被越國打敗了 故曰江亦細致必顧藏之 這個是指越王郭劍 將要讓他縮斂 縮斂其實就引申為衰弱 必顧藏之 一定故意 這個故 好故意 或故且 不管是故意還是故且 都是有益的 那本來的話就沒有有益無益 因為他只是客觀的敘述 那如果是故且或故意的話 就是有心機的 所以故且讓他強大 或故意讓他強大 將亦弱之必故強之 將要讓 就五國 越國將要讓五國衰弱 故意或故且讓他強大 你看 那他當然就完蛋了 所以這個是有權詐 用這個說法的話就是 好權詐 那你看他講的也沒錯 因為越王確實如此 越王郭劍確實是故意讓 五國自以為是天下最強的國家 好再來 整段幾乎就是在講36章的 他把它拿來講 所以你看韓非子一定見過老子 沒見過老子他怎麼能夠引來講 這很清楚嘛 那所以韓非子 老子在韓非子的時候已經 不一定說是像我們現在看到的老子 但是他已經有成書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這是從預導篇來解釋 好我們再回到言文來 晉仙公將亦徐於位之以弊 這個我們上前期剛剛講過對不對 這不用再說啦 這個背景不用再說啦 就是晉仙公故意送給那個漁國 給他垂己之弊 跟這個屈產之聖馬 那個白馬好馬 智伯將襲球遊 智伯要去偷襲球遊 位之以廣距送給他大車子 廣距是大車啦 大車這裡不只是戰車 這是指指我們 比如我們現在的什麼賓士理車 或者是什麼凱迪拉克的那種理車 那就是說先討好他 讓他以為你怕他 所以你要討好他 所以說將欲取之必顧於之 所以將要把他拿過來 就先送給他嘛 你看那個晉仙公送給余 壁馬的時候其實是最後 是要把他連國家都拿回來 所以壁馬只是送給他 讓他以為就是給他了 那他就輸於防備 所以你看還是權詐 還是陰謀詐術 那那個智伯更嚴重了 智伯根本就是要把他偷襲 把他滅亡 就故意送給他 讓他鬆懈防備的心 所以啟示於無形 事情在看不到的地方 所謂啟示於無形 事情發生於無形 而妖大功於天下 最後的結果是得到大功 最後的結果是攻擊很大 因為不管是岳王 他最後把無果滅亡了 還是智伯最後把求游滅亡了 還是晉仙公最後把余果滅亡了 都是得到大功 那剛開始的時候 是無形的 是看不到的 所以叫為明 幽暗 為明他這裡把它解為 幽暗不明的意思 那麼跟我們講的 有一點點相同 但是不完全一樣 因為我們是說 事先已經有徵兆了 其實你只要仔細看 你就知道 他是可以看出來 有微微的光亮在那裡 那這個解釋 他還是不太一樣 所以底下是導致 有點像 除小弱而重自卑 未損若生強 你聚在小弱 弱小 小弱就是弱小 小而衰弱 或是弱小或衰弱 而就重自卑 你要自己知道 你要自居於卑下 自居於卑下 才能夠強 把那個強的弄 弄到他讓他不強 你自己就能強了 所以損若勝強 你看 最後還是要勝強 這個 他這樣解釋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只是說他這個應該是 把它解為說是故意的 好 那我說說林上 韓非子說林上 也引了周書 將欲取之 必孤於之 你看 他把那個孤解為孤 孤就是孤且 孤且就是有孤義的 我孤且 讓你以為你有好日子過 沒多久你就沒好日子過了 好 那這個 他把那個知解為他 也就是說他有主詞有受詞 所以將欲怎樣子 我將要 我將要怎樣子 就孤且讓他怎樣子 比如我將要讓他閉合 我就孤且讓他張開 我將要讓他 我將要把他摔落 我就孤且讓他強盛 我將要把他廢棄 我孤且啊 興舉他 比如我們以前就有這樣子 比如我們以前這個 有人說啦 有人說這個 這個 李登輝啊 就是其實要解掉那個 郝伯村的君子 孤且讓他當行政院長 把他那個國防部長拿下來 他就沒有軍權了 然後他就可以順利的把他解職 這個我只是舉這個例子 我不是說他真的是這樣子 我只是舉事實的例子 他真的把他用為 行政院長 然後他自然不能當國防部長 所以他就被拿走了 有人當時是這樣解釋啦 就是說 那就將欲奪之 將欲奪之 我們剛剛說奪之嘛 將要把他拿回來 我們就孤且先送給他 那這樣子當然是有意的啦 就是 所以是有 主詞跟對方受詞 所以知就變成是受詞 把知解為他 將欲什麼 將欲興知 將欲必顧章之 那幾個知啊 都不是者 知我們第一個是解為者 第二個是受詞 就是他 就是對方 也就是有主觀 主體性跟受 跟這個被人家如何如何的 也就是說不是從事物本身的發展看 那剛剛我們解為者是 他本身就在發展 所以他就本身來看 就自己本身來看 這個完全是不一樣的 好 那他把為名解為 粗看藍以明白 然後仔細的發展以後 事情發展之後就可以得到大功 所以這個裡面都是有權詐 那後來也有很多人這樣解釋 我們看 我們再往下看第八頁中間這一段 我就不引成朱啦 因為成朱 這個成宜朱熹他們呢 有很多地方罵老子 那麼你去讀朱子餘烈啊 裡面有很多朱熹在那邊罵老子 那我就不引了 我們直接從明朝人的書裡面來說 他說成子常曰 常曰 老子書其言字不相入處如兵炭 其初亦欲談道之極玄妙處 後來映入權詐上去 如將亦取之必顧於之之類 成子之言雖大如之言 故未可禁止以為誓也 卻為此章所明悟 聖則衰之理 誓言剛強之不如柔弱 莫則借 因借人之不可用剛也 其成權詐之術啊 輔人亦勝至老子且由病之 曠全詐乎 暗時計成品本治皇帝老子之術 及其封侯常至言曰 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盡 無事即會亦以以 終不能復起 以無多因或也 由事言之為老子為權術之學 是侵犯其所盡 而復為殊以教人必不然以 這薛惠講得很清楚 他一面引誠子的話 完了以後就辯證說 不是這樣子啦 然後再引誠 史記裡面的陳平世家 來證明說道家根本就是 禁止用陰謀 所以推斷說老子不會 用陰謀來教人 這個辯證過程非常的 層層的 層層辯證應該是相當有效 所以他長子長言 這個陳疑他們說啦 說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 處如冰嘆 就老子書他的話 自不相入 自己不能夠相合 好像冰嘆不容一樣 自不相入就自不相容的意思 冰嘆不同 不同契而久 那個韓菲子不是這樣講嗎 我們上次講顯學篇的時候 講過這個話嘛 其初意他本來的意思 本意初意就是本中 欲談道之極邀妙處 他說本來想要說道有多玄妙 後來呢 後來就談到權詐上面去了 他舉的例子就是我們剛剛講過的 江玉曲子這一些 他說啊 誠子之言 他說那個這個協會說 誠子這種大盧 雖然是大盧啦 但是大盧的話 也本來就不必一定要相信啦 故不必指以為是也 不一定要把它當成對 是就是對嘛 不一定要堅持的說他是對的啦 你比如說大盧的話 也有講錯的時候啦 那這個讀書能懷疑啊 不錯 他說 切謂此章 他說我私底下認為啦 這一章啊 所名募勝則衰之禮 所謂募勝則衰之禮 就是所謂江玉什麼什麼之道 什麼什麼之那八句 應該說四句對葬語啦 這就是講所謂的募勝則衰 勝了就衰嘛 所以你不要自己一直站在聖那個地方 你應該要先自己啊 卑諾一下嘛 那誓言鋼強之不如柔弱 好這說柔弱生鋼強 鋼強不如柔弱 莫則因戒人之不可用鋼 莫則戒人不可用鋼 是疑不可透明 國之力氣不可以四人嘛 戒警戒你不要用鋼嘛 你用柔嘛 你不要逞強 你不要炫世治國之氣嘛 好他這個解釋其實解釋得當然非常有層次啦 沒什麼問題 剛剛我們解釋也是這個意思 好說要起乘權詐之術 難道真的是權詐之術 不是嘛 他的意思說老子沒有叫我們權詐啊 沒有啊 他說仁義聖智 老子且有病之 仁義聖智這種沒有到權詐的 老子都認為啊 都病之 病之就以他為病啊 就認為不應該講 不應該強調仁義聖智 既然不應該強調仁義聖智 哪裡會去強調權詐呢 所以曠權詐乎啊 很清楚嘛 好 所以按史記 這一段我們不用講 這段我們上次讀過了嘛 就是史記講過是 陳平自己說 他是用了很多陰禍 所以他用了很多陰謀 他說用了很多陰謀 所以道家之所禁嘛 道家禁止用陰謀嘛 那趙家既然禁止用陰謀 怎麼會還要叫人家陰謀呢 所以他說老子是親犯所禁嘛 就親自犯了他自己禁止的 那再來寫書教人的話 那這種是什麼動機呢 所以老子這是什麼動機 你叫人家不要講陰謀 然後自己先寫書來 教人家陰謀 很奇怪嘛 所以他這個說法 我想這樣把它辯證完 他說一定啊 不然不是如此 憨三 明朝的幾個學者解老子解得不錯 憨三也是一個 憨三是一個和尚啊 這個和尚解老子解得很好 我們以前大學的時候 也常常讀憨三的書 因為那個張亨老師其實是 宋明理學非常有研究的 所以我讀老子 我讀先秦諸子概說的時候 跟著張亨老師看了很多 宋明理學對於老莊的一些解釋 雖然我自己對宋明理學其實是不懂的啦 但是也跟著老師們讀了一些 那這個導師我後來自己去讀的啦 我自己找出來 他說 此言物識之自然而人不能查 這是說物識之自然 物識物的形式是自然發展的 人不能察覺啦 人不能察知 所以天下之物是極則反嘛 所以情勢發展到極點啊 他會反過來 然後他舉例啦 你看他舉例讓你更能夠容易明白 替府日之將這兒必勝賀 月之將缺必吉營 燈之將魅必赤明 師傑物識之自然也 他說太陽啊 將要傾斜啦 一定非常的明亮 我們知道太陽要天息 當然是中午 中午就是最亮的時候嘛 最亮最熱的時候 月之將缺必吉營 太陽 月亮要缺啦 當然是最遠的時候 十五十六最遠嘛 十七十八就開始缺 到月底啊 到二三二四就沒有了 不見了嘛 所以鄧之將魅必赤明 這鄧之將魅必赤明 大家也都知道 古代的那個點燈啊 他要快要滅的時候 他會突然爆明 赤明啊非常的激 這個赤是亮的意思啦 那我們現在沒有啦 我們現在說燈要滅掉 就是突然就滅掉了嘛 沒有 因為他的燈不是我們現在的燈啦 這是古代的油燈 蠟燭也會啦 你們點蠟燭有時候 快要沒有了 他就會突然爆一下燈亮 當然這是指強弩之末 或者是說我們常常講的是 回光返照這樣子 好 他說這些都是物視自然啦 自然發展的 所以世界物視自然也啊 那個事物發展的情勢的必然 故張者 戲之相也 本來就張開啊 就是要合起來的樣子嘛 你本來張的嘴巴要大大的啊 那個那個 那個誰 張 明朝的那個誰 寫那個 寫那個 陶安奉義的 嗯 好像說那個 喔 我現在名字講不出來你看 這代很短 對啊 我知道哪個代寫不出來 你看我連這個名字都講不出來了 那一下子沒辦法講 張大大他裡面就寫到說他們去看人家表演 就是那個 結果有人就嘴巴張的大大 嘴巴張的大大當然是看得很入神或怎樣 然後你張大大當然是就要合起來 不然你永遠都張大大了 所以他是故張者戲之相也 是合的 這個現象嘛 好 故強者弱之盟也 本來就很強就是要衰弱的 開始嘛 盟是盟牙的盟嘛 故興者廢之姬也 本來就興盛就是要被廢棄的那個姬先嘛 好 故於者奪之照 本來 就給他的嘛 那就是要被拿走的徵照 這個姬跟照是同一詞 附文 所以天使人是物理自然 天使跟人士的發展是物理自然的 就是說描述事實而已啦 帝人所遇而不測世 故約為名 帝就是但啦 只不過是 人遭遇到了 而卻不能夠知道 測世是認知的意思 世是知道 所以叫做為名嘛 這個就是說他沒辦法讓你看得很清楚 因為人不是那麼樣的永遠都能夠察覺事情的發展 好 那這個兩個我用這兩個來講 其實就是我自己認同這兩個說法 那我覺得在這裡老子好像不應該有 不應該是強調陰謀詐數 而是在講說 我們應該自居於柔弱 因為剛強是不能久的 柔弱才是能夠持久 所以我們剛剛說 柔弱才有韌性跟持久性 所以你應該自居於柔弱 跟我們知白所入知雄所此 一樣的道理 我想這是一貫的解釋 一貫的老子的思想是這樣子的 所以底下第8A我就不說了 我就不練了 就是說他只是一個循環 所以要強 但是要自居於柔弱 所以我們第9頁 我說老子是用這個來警戒世人 不要逞強 不要釋強 應該守羅居卑 這個裡面其實是有他的 非常的純純勸誘之意 所以老子崇尚無為 講究這個裸弱 怎麼會叫人家勾心斗角 然後在那邊用權謀詐術 彼此來陷害對方 這是我的觀點 那底下我就要對於這個 老子的基本思想提出一點檢討 所以我底下說 貴柔有其長亦有其短 他的長處呢 守羅可以讓人通權答辯 不莫所成歸 就你知道這個不要跟人家爭強 一定要 你說我一定要這樣子 你一定要那樣 就有些事情做不成 所以你可以變化一下 不然這樣做可不可以 因為達到事情的方法 可以有很多種 但是達到那個目的 可能是我們最重要的 但並不表示沒有原則 這個只是說在可以接受的原則內 你可以通權達辯嘛 所以不莫所成歸 不爭強鬥勝 不貪欲外持 這都是好的 不會去 因為你有想要什麼東西 然後就一直去追求 一直去追求 你有時候就說不要爭 不要爭強 也不要太享受 這是好的 壞的方面呢 就是流於權障 就變成說我都是守羅 可是守羅的目的都是要贏 不擇手段的贏 就我守羅的目的就是 我一定要把你打敗 就像有人說 這個當然是傳說說 這個月王勾劍 為了要討好無王無差 去幫他長份便 那當然有此一說 當然是為了要得到 為了要得到他的這個信任 而不擇手段 當然那個還不是還不嚴重 那你說不嚴重嗎 因為最後就是把他弄垮嘛 可能很嚴重 那這裡我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為商鞅 對不起商鞅 這個秦國的商鞅 秦國商鞅 他跟為的公子昂本來是朋友 那秦國去打位打不下來 攻不下來 攻不下來商鞅就跟他說 我們兩個好朋友 我們見面大家 來喝喝酒聊聊天 不要在那邊在戰場上相見 結果公子昂就相信他了 一到商鞅就買假兵 就把他抓起來了 抓起來後當然他要什麼就給什麼 因為人已經被抓了嘛 所以這就是 權變到權詐上面去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 很多人強調說 我學的是老子 我裸弱升鋼牆 然後最後就是 我的裸弱就是為了要達到鋼牆 就是把你鬥垮 那蠻多政治人物是如此 蠻多政治人物就是 用老子之術來達到 把對方鬥垮的目的 這個我不舉例太多了 那麼當然小國有時候需要如此 小國尤其是需要 以裸弱的手段來跟大國周旋 但是應該有一點原則 這個大概就是 我有時候喜歡舉職產做例子 職產是一個小國 政國 職產執政二十年 他把那個小國的政國弄的 可以跟楚國跟晉國平起平坐 他沒有用權杖 他只有權變 他不是權詐 他就是反正就是 他有時候就搞到對方 讓對方陷移沒有理的那一面 然後他自己就有理 自己有理就可以 把對方罵了半天這樣子 然後對方好像也不能講什麼 那你說那個 那也要對方講理才有用 可是一般來講 我們應該用權變的方式 來達到事情 做完好的事情 讓他達到更大的成功 但是不要用權詐 這應該是老子的初心 初衷 那前人已經對老子的思想 提出批評了 就是尋子最早 尋子天論篇裡面講說 老子有見於區域 無見於深 上次我們講 稍微有講過 稍微有講過 老子有見於區 老子只看到裸露的那一面 尾區裸露的那面 沒有看到剛強的那一面 那我們說 我們這裡說 老子有見於區域 這沒有問題 老子看到裸露沒有問題 可是老子真的沒有看到剛強嗎 恐怕就不見得 老子就是要裸露升剛強 所以他還是看到剛強 只是這個剛強 不是尋子要的剛強 尋子是儒家 尋子說你不要用裸露的手段 打到剛強 你要用剛強的手段 打到剛強的目的 他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不是講過說 儒家就是天行見 君子以至強不息嗎 他就是要類似那樣子 那麼尋子如果 他來講的話 人就像天體運轉一樣 不停的運轉 最後就是成功了 這天功 天功就是人也要效法天功 他會這樣解釋 可是老子不是 老子就是說 你應該要站在柔的地步 然後達到積極的有效的目的 所以以柔克剛最能夠形容 老子的這個整個思想 好 到這裡有沒有什麼問題 底下我們會岔開去講一下 老子的一個綜號的思想 因為沒有這個思想的話 大概莊子的奇無論 恐怕沒辦法發展出來 所以我們要稍微講一下 因為這個涉及到價值觀的問題 這個道家 道家跟儒家非常不一樣的 就是破除對待 什麼是相對的 什麼是絕對的 底下我們要談的就是 破除對待這個 還有一點點時間 我們說 我們講一下好了 這一段非常簡單 那麼老子第二章 這個是在我們的第三頁 課本的第三頁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按和善公誅本 此為養生章 這養生章當然也沒有大問題 為什麼因為它後面 後面聖人處無為之事 什麼什麼什麼 功成而輔據 輔為輔據事已不去 這是在講養生 那前面不是啊 前面是在講相對的道理 所以我們看這個和善公 並沒有完整的掌握這一章 我們看天下皆之美之為美 師惡以啊 皆之善之為善 師不善以 故有無相生 難易相承 長短相行 高下相親 因生相賀 前後相隨 到這裡為止是一段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 行不言之教 萬物作焉而不辭 生而不有 為而不是 功成而扶居 扶為扶居 是以不去 這又是第二段 前面一段講的是相對的道理 後面一段講的是修身的道理 那所以我這邊說 第9A我這裡說 本文記分兩段 那第一段是老子認為 唯有形而上的道是絕對的 其他都不是絕對的 其他都是相對的 那只有道是絕對的 所以道沒有跟他比的 道是唯一 你不能說道的相對面是什麼 沒有沒有相對面 你說有無 有啊道是無啊 相對的就是有啊 不是他不是相對的 他是相生的 他不是相對的 那底下他就 他就去講那個相對的 所以他底下就用幾種 相對的事物來說明 現象界的一切概念跟稱謂 是在價值判斷底下都是相對的 相對而產生的 所以天下皆之美之為美 天下人都知道什麼是漂亮 十二矣 十二矣 十二矣有人就說 這就糟糕了啦 不是這樣子 就疑是就有惡的觀念 有美 當然你說美是 這個惡就是醜的意思 就有醜的觀念產生了 矣 十二矣 就天下人都知道什麼是美 疑是就有醜的觀念 所以美醜 美醜相對而生嘛 比如說我們舉例說 你們都知道這個梁朝偉很帥 所以理容線很醜嘛 這很容易理解 相對的嘛 那你說兩個都一樣是藍人 沒有美醜啊 那就沒有辦法比 當然你說那我們問一下動物 說不定動物還比我認為我比較帥一點 問一下魚 魚不是什麼聽什麼在美演奏音樂就成語初聽嗎 那到底是成語初聽還是被嚇到了呢 我們也不知道 那是我們人給他富裕的詮釋 好 那皆知善之為善 是不善以 多之道善之所以為善 好的事情是好的 一事就有不好的嘛 對不對 好事跟壞事是相對的嘛 不然的話 在道裡面哪有什麼好事 壞事哪有什麼美醜 道都是一啊 在道裡面看沒有美醜啊 因為他是廣備萬物的嘛 哪裡好人壞人他都要把他畫嘛 好 所以他這個是一個原則 先說一個原則也就是說 美醜善惡的觀念是相對而生的 當然這是後來生的啦 道家是認為啦 在道底下是沒有相對的 相對是人為的 那人為的價值觀讓他產生美醜善惡 那確實是如此啦 比如說我們台灣 或者說我們大陸認為 林志玲是台灣最漂亮的女人 可是如果歐美來講 恐怕不這樣認為 恐怕不是這樣子 那以示就我們看到 價值觀或美醜相對概念 他是會隨時空而變改的 他會隨時空而變改 我們現在認為這個瘦瘦的 很苗條的高高的女人是漂亮的 唐朝人可能不這麼認為 唐朝人那算什麼東西 那算是女人嗎 唐朝可能要楊貴妃才是女人啦 對不對 你看看那個義大利的女人 他們漂亮的美醜觀恐怕 跟我們就差很遠 對不對或者是中南美洲的 那個對女人的觀念 巴西啊什麼那些 他們一定要豐滿的才漂亮 所以美醜是相對的 是因時空而改的 那你怎麼能夠說他一定是絕對的呢 腦子當然是要告訴我們 很多世俗的價值觀是相對的 你不要執著嘛 你不要以為就是必然 沒有什麼必然 因為只有絕對還是必然 相對是沒有必然的 這個是所以我說要破除對待 破除相對的觀念是一定的 相對的觀念就沒有一定 所以他底下就舉例 故有無相生 有沒有 你看有無相生啊 有跟有跟無是相生啊 是當然你說有無相生不是有跟無是相對而來的嗎 當然是這裡舉的就不是道的 道裡面是有無是相生 這裡的相生不是彼此 這裡的相生其實就是相形的意思 就有跟無是相對而生 所以藍意相成 什麼叫藍什麼叫意 你說啊老師你這題目出的好難喔 我如果只有一次什麼叫藍 我還沒有出一個更藍的給你看 這次你就變異了嘛 所以藍意是你覺得 你主觀的認定呢 還是你比較得來的呢 當然可能是比較得來 也可能是主觀認定 但是藍意是相成啦 相對而形成的 好長短相形 長短相形啊 那麼有一本就是長短相叫 長短相形是比較以後才產生的嘛 長短 比如說哎呀老師你好高喔 你說對不起我很矮 為什麼 因為我跟姚明比我很矮 那你說老師你很矮喔 那我說對不起 我跟那個 那個武松的弟弟比我很高 武松的哥哥比 三吋三吋的那個那個那個樹殼嘛 對不對 武大郎很矮嘛對不對 所以什麼叫長短呢 相比而來的嘛 你兩個人站在一起 我以後以前會舉例子說 我高中的時候 我們班上有兩個一百九的 我一百七十二已經算普通了 在我們那個年代 就在五十年前的那個 我的身高算是中等以上的啦 不差不算矮 可是我跟那兩個一百九十二的比啊 我就是少掉一個頭嘛 所以他們站在第一排 我站在第二個位置 我就少了一個頭 所以不要站在他們身邊 沒什麼問題 站在他們身邊我就變很矮 這就是比較得來 什麼事情都如此啊 所以高下相親嘛 你高下相傾斜 相傾是傾倒的意思啊 就是說高跟下是因為一個再高一個再低嘛 陰生相傾 陰生相傾就比較沒有那個啊 因為陰生相傾比較難以講啊 陰跟生怎麼分 當然古代是有分別的啦 我們這裡就不詳細講 好前後相隨 什麼叫前什麼叫後 我站在這裡 你說我在誰的前面在誰的後面 那必須要定一個位啊 有我定了一個位置才說誰在我的前面 誰在我的後面嘛對不對 一定要有個位置在那裡 所以空間位置要定好啊 才有啊 沒有的話誰在前面誰在後面呢 所以這個啊都是相生成的啦 那到這裡啊我想我們理解老子的觀念 就是說一定是不是絕對的 人世間世俗的價值觀啊沒有絕對 他會隨著時空而變改 所以你不要執著 這些都要引申到世俗的價值 因為他第一句話就已經告訴了 美醜善惡 美醜善惡是最明顯的價值觀啦 世俗的價值觀 尤其是善惡啦 我們說什麼人是 什麼人是好人 什麼人是壞人 當然這裡面可能因時空而變改 當然也有一些是固定不能變 比如他做很多壞事當然是壞人 可是他不見得每件事情都做壞啊 所以也不能這樣定啊 你要每件事情自己看啊 所以但是我們看到有被認為是善事 就會有被認為是不善事 有被認為是美就會有被認為是醜 那這個在道價來看啊 在道裡面是不如此 道是絕對的 道不會去分美醜善惡的啦 那所以這裡老子是要破除我們 對於一切稱謂概念 以及一切價值判斷的執著 我們不能夠把它拿來當成說是 理所當然我們就是要分辨美醜善惡 那麼這個我在21個註點裡面 引了莊子給你們看 那我們有空再來說吧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剛剛講到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這裡 他說所以聖人他處無為之事 他行事要行無為之事 這個也就是說要用無為的方式來做事 那無為怎麼事都不做 注意老子的無為不是什麼事都不做 而是順夫自然而為叫無為 無為是相對於有為的 這是一個相對的詞 不是什麼都不做叫無為 而是相對於有為 他比較不主動的做為 提供條件讓人民自為 他不規劃好讓人民做 而是讓人民自發的去做 行不言之教我們講過 不言之教就是身教嘛 他不是用講話的 不是刮啦刮啦一直叫你說你要這樣 你要那樣你要往東你要往西 不是 他說我做給你看 他做給你看就是他沒有很多的欲望 他要有修養 他要感化你這樣子 萬物作焉而不辭 做是有所作為的意思 所以萬物各自都心做 大家都有努力的去做事 但是他不辭 你說不辭是不接受嗎 不是 不辭在第十九個註解 這個有一個字沒有不見 不辭 好這個詞 介為這個詞 所以詞我說詞介為詞 詩也足也已經寫了吧 萬物作焉而不辭 就是萬物都心做了 但是他不做他的主宰 他不主宰萬物啦 萬物是在那邊運作 但是他不主宰他 生而不有 生養萬物而不佔為己有 為而不是 有所作為而不葬事舉功 功成功扶居 成功扶居是功成而不居的意思啦 所以有一本作功成而扶居 成功不居當然就是成功扶居嘛 事情做成功了他不居功 他不認為自己把它造成了 而是萬事萬物自己發展而成的 俯為扶居 俯為扶居 事已不去 因為不居功嘛 所以功 永遠是他的 他不會拋去 這也是第二段 第二段 第二段是 我在第十頁有寫 第二段是化為老子的政治論 就認為聖人應該要以無為的方式來處理 這個我剛剛已經講了 我就不用重複了 第一段當然還是在講 我們不要擅自定是非 所以我在第九頁一開始說 老子反對妄定是非 強辨善惡 各乘其制 各出己能 所以要勸世人抿除對待 抿除世俗的價值觀的執著 不要強辨美醜 強辨是非 強辨善惡 不要強分 不要強分 所以後面我們會講到這個 道家的一些價值觀 好 那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這個是岔開來講 因為他要講價值觀 價值的價值判斷是相對的 而不是絕對的 好 那 莊子就把他推到其物去了 推到其物去了 所以既然是相對的 所以就沒有 沒有不能自己強定是非 強定是非 強定善善惡 那就不能分 忘分 那底下一小節就更加的難讀了 底下一小節我們不會講太多 我們會講大概以第一章 第八 第二十一章 第十 第二十五章 這幾章為主啦 為主 其他的話大概就快一點講 因為你又不能講不能不講道 因為老子道德經就是講道 你道沒有稍微認識一下 怎麼去闡釋整個書呢 所以必須要對道有一個基本的認知 知道說道是不能夠形容的 不能夠言說的 但是他又是所有的總言則 至少要知道這個 然後又要知道說道是怎樣的 他把他定義為道是不能夠掌握的 也沒辦法看得到 但是他是真的有的 不是沒有的 不是無 他說是無嘛 他說道是無嘛 可是無容易讓人家以為什麼都沒有 他又說道是有 那不是矛盾嗎 實際上就是本來就矛盾 因為他認為道是不能說的 可是你又要強說 你又要強說一次我們就要 給他一個名詞 不能說嘛 不能說可是卻要說 這就是言不敬意 言不敬意有一個不得已 我們就是勉強給他 言義之間我們會有一個勉強的認同 就是給他一個設定 然後再來說他是如何如何 那我們怎麼稱道他 那麼還有他在人際關係 他在人世之間 他是擁有什麼樣的地位 以及他對人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大概是這樣的幾個要點 各位看看前面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的話就要看第十頁 第十頁我幫同學們整理 就是老子書中道的含義 我們舉了幾張 那這個我在講義裡面 沒有特別去解釋這幾張 我們就上課講好了 因為這幾張大部分文選都有 所以我們就很簡單 我們就按照文選的頁碼 先勤兩岸文選的頁碼 道可道當然是在第一頁 沒有問題 上次我們不是稍微讀了一下嗎 好 我們再把它讀一次 而且各位可以看我的標點 這個標點有很多種 有的標點就是道可道非常道 就是三個字三個字相對 明可明非常明 這個也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我把它斷開 道可道非常道這樣子 那道如果可以述說 這個可道是可以講 可以稱述可以描繪 好這第一個道是名詞啦 這道理的道就是真理 其實第一個道就是類似真理 第二個道是說啦動詞 稱說說明言說 這個真理如果可以敘述 就不是真理啦非常道 那常道啊 博書本做橫道啦 橫道 這上次我們講過了嘛 做橫道 必會而改啦 必漢文帝流行的會而改 橫道就是經常不變的真理啦 好 所以常道就是所謂 道可道非常道的那個 非橫道的那個 橫道是宇宙的本體啦 這個是老子的設定 那就是說構成宇宙的實體 跟它的總原則 那它是不能敘述的 因為它的那個 是一個總原則啦 所以你沒辦法去形容它 所以你說它可以講嗎 它不能講 明可明非常明 第一個明還是明詞 符號概念 一個符號概念 如果可以明 明就是可以敘述啦 跟那個道一樣啦 是動詞 可以稱說可以描繪 非橫明啦 這個長明也是橫明 被改的 那麼橫明啊 這個長明博書本就做橫明 所以是經常不變的真明 也就是事物 道的真相啦 道的真相 那明就是明相 道跟明啊 其實這兩個是 這個道是本體 明是明相 明是顯現出來的樣子 那所以可以講 那道是不能講的 明也是不能講的啦 他現在勉強要講 所以他就說 這個 對我還沒有練一遍 這道可道 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無明天地之始 由明萬物之母 故常無欲以觀其廟 常有欲以觀其教 此兩者同處而易明 同位之玄 玄之又玄 眾廟之門 那剛剛我們已經講 前面兩句了 那第二句第三句啊 有不同的斷句法 比如說有的本子斷句 無明天地之始 有明萬物之母 故常無欲以觀其廟 常有欲以觀其教 這樣有另外一個斷句法是這樣子 當然這個老子第一章的斷句法 我看過有十幾種 大陸的學者有在那邊弄這個斷句 弄那個老子然後就把他的 著作劇來給我看 我看了頭昏腦炸 他單單在那邊斷句 就解釋了很久了 第一章 第一章他就已經寫了一百多頁了 嚇死我了 真是太煩了 其實沒有那麼嚴重 沒那麼煩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他那個 有明無明 故這個 我們讀過那個老 讀過道家的那個解釋不是有一個 各位還記得嗎 故常無欲以觀其廟 常有欲以觀其教 那個這裡借用的就是 見之以常無有 庄子天下篇不是說道家這個 道家見之以常無有 見之以常無有 無跟有 那你不若把它解為 這個無欲有欲 就跟他這個無有是不合的 所以我們這樣斷句是 無明天地之死 有明萬物之母 就是無有 無跟有 那無有在這裡其實只是 也是用來形容的名項 所以無跟有是老子的思想 專有名詞 你這裡不要跟一般的 有沒有跟有跟沒有 那樣來解釋 那天地之死萬物之母 那麼也有 也有本子做兩個都是做這個天地的 天地之死天地之母 當然這個我們不管他 那麼天地之死是 在老子在道家的觀念 天地一開始的時候是沒有東西 一片混沌的 就是類似莊子應帝王裡面 我們看25個註解 我們先看25個註解 讓你認識說道家認為天地 開始的是什麼樣子 老子應帝王 這應帝王是應該出來做帝王 南海之地為宿 北海之地為乎 中央之地為混沌 宿以夫 食相與育於混沌之地 混沌待之盛善 宿以夫 謀報混沌之德 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時息 此讀無有 常事遭之 日遭一竅 七日而混沌死 這是一個預言 這預言大家都讀過 那就這個南海 南海的皇帝 南海的這個帝王叫 宿北海的帝王叫乎 你看他有南北對稱 他已經有南北了 這不是有 已經有產生了相對的觀念了嗎 已經有了南北 東西南北就是對立的嘛 那中央之地為混沌 這中央還沒有混化 中央還是混沌一片 這個中央其實就是道 道 道之首居 那宿以夫相遇於混沌之地 就互相往來 南北跑來跑去 他就在混沌那裡 碰上了 混沌待之盛善 好這個道 待萬物沒有不善的嘛 因為道是絕對的 他對什麼什麼善惡 媒醜他通通不分嘛 所以誰來他都對他很好 結果宿以夫啊 魔報混沌之德 注意那個魔字 有心機了嘛 動了心念 心動了想要圖謀來回報 這圖謀回報很好啊 可是啊他不合自然 因為在混沌來看啊 我對你好是自然的 我哪需要你回報呢 不用回報啊 結果你要回報 你也沒問問混沌 你需要什麼回報 我們就 我主動幫你找一找 大家都有蹊蹺 所以你看 大家都有啊 世俗的啊 大家都有 為什麼一定要大家都一樣呢 道家是認為 不要大家都一樣啊 因為世俗又不一定對 你有蹊蹺不一定對 道是混沌一片的啊 道沒有啊 他就是一個 一個看起來就是謀虎不清的 他說啊 人皆有蹊蹺 以視聽實習嘛 此得無有 常識著失 於是就把他著了蹊蹺 每天著一蹺 七天就著死了 好 這就是表示 道不能用人為的去代替 不能用人為的去衡量啦 那這個是莊子啦 莊子就是不用講的 莊子就是用 我用描繪的 我用說故事給你聽 那老子沒辦法 老子就是什麼都要言說 因為老子裡面沒有任何故事 沒有 老子沒有去 老子應該說沒有故事型的 這種描繪法 他只有格言式的 定義型的 他都是定義 好 所以他說無 明天地之死 明就是稱說啦 明 無是一個名詞 明是動詞嘛 明天地之死 是來稱說天地的開始 所以天地的開始是無 好 那有明萬物之母 有是來稱說萬物之母 母 這個母當然你說媽媽嘛 母親嘛 這個母其實是因為他有 他能夠化生啦 他能夠生生不息 所以用母字來形容 那就他有化生萬物的本能 那天地萬物其實是復文的啦 剛剛我不是說過 有的本子做 兩個都做萬物嗎 博書就是兩個都做萬物啦 無無明萬物之死 有明萬物之母 他就這樣說 那有無在這裡不是對立的 是化生的 無生有 無生有 好 那這個啊 其實這裡的無跟有啊 基本上是在形容道 這個是老子的本體論 老子的本體論 所謂本體論就是指 萬物的原樣或者是自身啦 就是他本身 這是定義啊 這個你不能質疑他 因為這是老子定義的 你說老子你這個定義對不對 當然你可以說我根本不相信你這個定義 但是你要理解他的他的系統 他的思想 你就必須要順從他這個定義 先進到他的定義裡面去 那在老子的觀念裡面啊 語言就是一種符號嘛 語言只是一種敘述的符號 他不等於物置身啦 就是明跟實啊 這兩個不一定相等啊 不一定相等 你現在講了半天啊 你沒有辦法把它完整的講出來 所以他說我們勉強來說吧 勉強來說 那於是就定了一個無 就是稱數天地的開始 有是稱數萬物的根本這樣子 那這個前面講的 道可道非常道明可明非常明 是講道本身的本體 後面講的這個是 無明天地之始有明萬物之母 是講老子的宇宙論 宇宙的生成是由無跟有構成的 所以有無是指道 道沒辦法說 那我們就給他說一個叫道 那或者是說用一個無跟有來稱數他 好 那這是一個預設啦 我剛剛講說你可以質疑他說 我根本不承認你這個說法 但是這個預設啊 你必須要先承認他 你才有辦法進到他的系統裡面去 好 故常無 常常從無的角度 欲與觀其教 想要觀道 對不起觀其廟 想要觀道的廟 廟是學廟啦 那這個觀你說觀察嗎 用作觀察就沒辦法 道家是用作觀照 好 你說觀察跟觀照不一樣嗎 基本上是不一樣 觀察是我對對方的觀察 我對你的觀察 你是一個好學生 那觀照的話是設身處地的去體會他 當了解他在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不要隨便去下價值判斷 然後就了解說他對方為什麼會這樣做 然後他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形 所以他是比較屬於不是對立的 他可能比較同情的理解 或者是比較甚至更比同情的理解 更加的能夠設身處地的 比如說為什麼莊子會說那個魚很快樂呢 他可能是用自己的角度去觀照魚 那會是為什麼說你根本不能知道魚快不快樂 因為他是觀察 他看魚 看魚怎麼會知道他快不快樂 魚游了 你說中子說魚游的好充容 會是說他趕快要找食物 他不充容 那當然就很難理解 因為魚怎樣我們當然不知道 可是顯示出你對事情的看法嘛 所以他這裡是說從無的角度 常常從無的角度 想要來觀察道的微妙 那這個當然是從怎麼樣去體會道 所以是一個體道的功夫 就是你要認識道 你要怎麼樣認識道 認識道就是要從無 從無 因為道是無 好 那麼常有 常從有的角度 常從有的角度 既然道是無 可是道也是有 所以要從有的角度去觀道之教 教是邊際的意思 他的作用到底道哪裡 他的作用是不是變幻莫測 這個驚為奧妙的 當然最後的結果當然是 從無跟有 當然這個有 有人說有就是指德 從德的角度去看 道的作用能有多大 所以從道的角度去看 又從德的角度去看 當然在老子的觀念裡面 無是道 有是德是沒有問題 好 所以要有跟無都要觀照 不要只看到道的虛無的那一面 也要看到道的無 作用無所不在的那一面 此兩者同處而易明 此兩者這個兩者 那麼王碧柱是錯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 此兩者 他說兩者十一母也 在第三頁 這兩者當然不對 兩者就是無跟有 常無常有 無 無名天地之始 有名萬物之母 那個兩者 此兩者就是這個無跟有 同處而易明 同處一道 同處一道而易明 你看這回到明了 符號 符號不等於事實 所以有跟無其實都是道 但是現在你給他說有跟無的時候 是借用符號來稱說他 看起來是不相等的 但是 同位之玄 同樣都是玄 玄是優媚深遠的意思 這個玄是最難解釋的 因為玄就是不能解釋 那你還要解釋 你說優深暗昧 這個 既深又遠 那什麼意思呢 當然就是難以既大又 非常大然後非常難以掌握 所以 本來是深遠為小 廣大 黑暗 通通通通通具有 就是說他意思就是 什麼都具有了 為什麼 因為在道家來講 道是 至大無外 大道沒有比他更大 至小無內 小道沒有比他更小 你說小道什麼什麼 例子也沒有 也比他不會 因為在道家來看 道是可以隨意變化的 那麼大小是不能夠 都能夠掌握的 好那 那深到了你的 也是深不可測 那遠到了你的 遠不可及 所以深遠他都沒辦法算 所以這個等於是 沒辦法形容 勉強來形容 勉強用玄字來形容 這個也是一個名嘛 也是一個符號的概念 也是一個概念而已 你不要執著了 好 那同位之玄嘛 兩個都是玄 那麼都是名稱不同 但是都是玄廟的 所以玄之右玄 眾廟之門 這個字是鵝的意思 玄而右玄 玄而右玄是說 從玄往上推 還是玄的意思 當然這個玄之右玄 有不好 不太容易解釋 有人去從這個 不把他當成鵝來解釋 又有不同的說法 不管怎樣就是說 他是眾廟之門 他是所有變化的 所有微妙的變化的總門戶 也就是說道 就是微妙的 那無有也是微妙的 那這樣講了半天 我們怎麼知道是什麼東西 還是不太清楚 所以這一張 既是本體論 又是宇宙論 然後講說道的本體 是無 然後他產生了有 有的話就可以 用這兩個稱 來稱他的名項 我們剛剛說這個名項 這是個定義 好 這個我想不要講的太玄妙 不然大家更難懂 我們先這樣說 往下看 第21章 21章在第8頁 我們立刻來看 他怎麼形容 繼續形容道 好各位看第10頁的講義 或第8頁的課本都可以 孔德之榮為道是從 道是為物為謊為乎 呼熙謊熙其中有相 謊熙呼熙其中有物 咬熙明熙其中有經 其經聖真其中有信 vrij愧之國 之古旗金 其民不去 予月仲府 無何以知仲府之壯災 壯我說是應該說燃災 無何以知仲府之攔災 вторuish 以此 這是第8 第9 第8月到第10月 這是何上公序虛心章 我覺得這個也沒有完全掌握度 這一章就是在講道啦 簡單講 就是道是什麼東西 他要用稱說的方式 稱數 他要來定義道 所以孔德之榮為道是從 他剛剛開始說孔德 孔德就是大德啦 就是橫德啦 孔是大嘛 那麼橫是經常 所以孔跟大其實是換來換去的 孔德 大德 什麼橫德都是德啦 都是形容德的啦 那榮呢 榮就有兩個意思 榮我們現在第一個解釋當然是榮貌 樣態 大德的樣子 有人是這樣解釋的 第二個是榮是用 孔德之榮 孔德的作用 大德的作用 為道是從 那都是依循道的啦 那就是德是由道而來的 這個式字我們講過非常多次了 這個時候這幾個字都一樣 都是強調的 然後底下呢 那是由那大典 那麼有那大典 就做知 孔德之榮為道之從 那就為道是從 就是孔德之榮是完全從道而來的 這個實字我們講了很多次都強調語 就說 德的樣態隨道而轉移 或者是德的作用由道而來 與道相同 這一句話都可以這樣解釋 然後底下呢 其實這一句第一句是先說 道跟德的關係啦 道是德的根本 德是道的作用 這基本上就這樣子而已 那所以我們前面不是講 什麼恆德不禮 常德不禮 常德乃足 常德不特嗎 常德就是大德 就是孔德 那他說要富貴於僕 富貴於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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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貴於無極 那個無極 僕嬰兒都是道 好 然後底下就岔開德了 他不管德了 其實這張是講道 道之為物如何如何 道之為物底下是形容道 他既然要用語言文字 符號就是語言文字來稱述嘛 所以他底下就稱述了一個 讓你根本不能掌握 因為他本來就是要告訴你 道是不能掌握的 可是不能掌握又有 所以為謊為乎 恍恍恍恍的 這個恍恍恍恍我們常常講說 你不要恍恍恍恍的嘛 你提起精神嘛 那這是我們一般的世俗 世俗就是說你不要腦筋不清楚嘛 你現在就是恍恍恍恍恍的嘛 不是嗎 所以你們現在已經進入得道的狀態了 恍恍恍恍恍的 那道家的話就是恍恍恍恍的 很好啊 不要分辨啊 不要強分是非三惡沒醜 所以他從這個觀念來講說 道本來就是恍恍恍恍的 恍恍啦 所以我呼吸恍恍啊 呼吸恍恍 是是有若無啦 不可追究 那是道的虛無變化 好像沒有 但是又能變化 所以呼吸恍恍恍 其中有像啊 你看 其中有形象啊 恍乎之間有形象 好像我們在看月亮 月亮裡面有東西 有沒有呢 有啊 可是什麼東西呢 不知道啊 大概類似這樣子啊 你把月亮或太陽想成一個道 然後在裡面有東西啊 可是你不能知道 沒辦法知道裡面是什麼東西 但我們現在科學分辨可能知道 好 呼吸恍恍恍恍恍呼吸 玩什麼啊 換來換去嘛 一樣的道理啊 所以恍恍呼吸 呼吸恍恍其中有像 恍恍呼吸 其中有物啊 你看 有物啊 有物象啊 物象復文啊 有象跟有物是一樣的啦 沒有什麼分別啦 好 咬溪明溪 好 咬明 這個咬本來是深遠的意思嗎 明是幽暗的意思 所以咬溪明溪就是身為 身而幽暗 那麼咬是微小到看不到 所以它從幽嘛 明是指身不可測嘛 那麼 道家喜歡用明 喜歡用幽暗 那就是所謂手柔之道嘛 黑嘛 那麼我們會看到 校遊裡面就有藍明北明 北明就比藍明還要高 境界高 因為北明比較暗 道家是幽暗比較好 道家是幽暗比較好 所以要治北游 道家庄子裡面有治北游 既有治的人 既有聰明才是的人 要往北去游一道 讓他不要乘治 那叫治北游 這些都是相套相配合的 道家基本上就是這樣 就是注重幽暗 所以第一個所謂 所謂晃熙夫系其中有物 什麼曜熙明熙其中有相 什麼什麼這些都是指說 有物渾層 等一下我們第二 第25章就要講有物渾層 就是剛剛的渾層 中央之地的渾層 沒有分辨 道本來就沒有分辨 道是絕對的 當然沒有分辨 好 所以曜熙明熙其中有經 這個經很難解釋 經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生命力 生命的原質 最小的 比如說細小的這個 很精細的那個經 奇經甚真 它的那個微小的生命力 非常的真實 其中有信 信是能夠爭厭的意思 信實的信 就這個東西是可以爭厭的 其實我們不能驗證 哪裡能驗證 根本沒辦法驗證 但是老子說可以 也就是說它是無 可是它也是有 它既是無又是有 因為沒有有的話 它就沒辦法產生作用 所以道當然是有 可是有 你沒有辦法掌握 所以還是無 好 所以這個道是有 能夠生物 那麼能夠成物 有這樣的作用 但是你看不到 你不管是要 去掌握它的這個形象 掌握它的物像 或是掌握它的這個經 微細微小的那個樣子 你掌握不住 可是它有 好這是定義它的道 好 自古其境齊名不去 好 從古到現在 它的名相都沒有離開 它都有 它一直在 只是說我們不知道怎麼稱呼它 那後面會講道 但我們現在用道來稱呼它 也用武跟有來稱呼它 這兩個 以越縱輔 這個比較難解釋 以越 這個越制 一個解釋是觀察 我覺得觀察 用觀察不如用觀照 觀照 以越縱輔就是來觀照萬物 縱輔 縱輔就是萬物 這個輔就是我們寫的那個 父親的父 縱輔 縱輔就是指所有的生物 當然用藍的來代表女的 就是萬物的萬物 所以越 就是第一個是觀察和觀照 那麼另外一個說法是出生 就是道是生萬物的 道是觀照萬物還是生萬物 當然一樣都可以講到通 那無惑於縱輔之壯災 結果我怎麼知道縱輔的形狀呢 他說以此 那我說這個壯應該是藍 我怎麼能夠了解 縱輔是這樣子發生的呢 就是萬事萬物是怎麼樣發生的呢 他說因為道 那麼道因為具有普遍性 所以自古即今 從古到今它都不會消失 那它是永恆的 那麼它又能夠認識萬物 但是你不能夠去稱宿它 但它不會因為你不能稱宿 它的名項就沒有 好 這個是 講道 那個解為狀就是形狀解為藍 就是為什麼這樣發生的 就是為什麼萬事萬物會這樣發生 難是如此的意思 好我們再看第27章 這個快一點看過去 讓各位恍惚的情況不要太久 恍惚太久了 這個回不來 好 那個 好第 第11頁 就接著 有物魂成仙天地生 也極熙遼熙獨立不改 舟行而不代 可以為天下母 五不知其名 世之曰道 強位之明曰大 大曰世世曰遠遠曰返返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易大 欲中有思大 而王居其一焉 好 講 課本是從 十一頁到第十五頁 講義在第十頁 好 有物魂成仙天地生 你看 有物 這個物就是道 有一個道魂南天成 那就是魂屯嘛 魂屯 所以這個道剛剛不是才講 唯有謊熙呼熙什麼什麼什麼 如何如何 咬熙明熙嗎 現在又用另外一套 他故意說明相 是道是無是有 可是你要用符號來稱數它 是沒辦法完整稱數的 所以我現在換另外一種方式來稱數 我再說一次 我說十次也沒辦法講完 我一再的講都在講這個明相 但是你不要執著 所以他怕你這個什麼 謊熙呼熙什麼什麼咬熙明熙 搞不清楚 他現在搞一個集熙療熙來給你看 對不對 所以先天地生 好先天地生 為什麼 因為他前面不是講 自古即即應其名不去嗎 從古到今 這個老早就在了 那他又說這個 無無名天地之死 有名萬物之母 你看他當然是在天地之前 所以先天地生 他在天地以前就存在了 這就是我們說的他預設 他一個預設 預設說這個道是早於任何東西 他有現在性 他先任何東西而存在 所以道是一個具體的存在 這個具體的存在 是比任何東西都早的 那當然我們可以說沒有這個東西 但是他在邏輯上 大概在哲學上面的假設是這樣子 那道當然是誤就道 極熙療熙獨立不改 周形而不淡 可以為天下母 又來定義說道是極熙療熙的 那極熙療熙是什麼東西呢 極就是安靜無聲的意思 我們說極靜非常極靜 叫極療是動而無形 所以極療是安靜無聲 有動而讓你看不出來 所以等於說他會動 但是你看不到他在動 就你沒有行跡可循 他是在動的 他不停的在運轉 所以他能夠產生力 他不動的話 他不能夠產生作用 他動他才能產生作用 可是你找不到他動的樣子 為什麼因為他動是這樣動的 這樣動 不停的轉 這個等於類似我們的星球 不停的運轉 不停運轉他有能力 他產生能量 所以獨立不改 他不會改變 因為他永遠是那個樣子 他是有絕對性的 就他道是絕對的 他在不停的在改 你不會因為萬物而改變 他也是一個概念的理念 周形而不淡 我們為什麼說他這樣轉 是周形 周形就是圓周式的運轉 而不淡 這個淡 博書本都沒有 極西寮系獨立不改 可以為天下母 他沒有周形而不淡 兩個本子都沒有 但你說這一句話是加出來的嗎 也不知道 說不定超漏了 但周形而不淡 當然讓我們更知道 他是圓周式的運轉 而不 你這個淡不是危險 淡是懈淡的淡 不停地運轉 不會停止 所以 他這個 運轉不停 運轉不息 運轉不息才能夠產生作用 好 那 莊子 莊子裡面說到始足肉環 始足肉環 開始跟結束像一個環一樣 遠轉 遠轉運行 莊子裡面也這樣係數 那就是所謂的周形而不淡 可以為天下母 他會化身萬物 所以說可以為天下母 那剛剛我們講的有名天萬物之母 所以道是可以化身萬物的 無不知其名注意 無不知其名 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因為名可名非常名 道可道非常道 那麼所以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我各位如果看到我的講義的話 我加了一個字 強制制約道 二十六個字那個強制是我加的 為什麼 我這樣加呢 因為根據韓非子解老篇 以及其他的本子 是有強制的 因為底下也有強 這個 為之名約大 兩個強制我想是可以對應的 強為之名約 強制制約道是說我勉強 給他稱為道 制制約是明制約的意思 就給他一個名字 叫道 那就是給他道這個名字也是勉強的 因為名可名非常名 你不要執著於名相 給他有給他無給他道 都是勉強來的 所以強為之名約大 我勉強給他說他叫大 那你也不要以為他就是大 他也可以是小 所以底下我們有一個註解 那個第二十七 道可大可小 不可以拘泥 我說第三十四章說 大道萬希 齊可左右 這個齊是蘭道的意思 這個齊 蘭道是可以左右嗎 那就是非常大 萬物是之以生而不辭 功成而不有 依養萬物而不為主 你看可名以小 又可以叫它小 所以道不可以分大小 道就是大可大可小 我們剛剛不是說 至大無外至小無內嗎 所以萬物歸焉而不為主 可名為大 以其中不為大 故能乘其大 掉了一個字 故能乘其大 掉了一個乘字 他是指 他可以小可以大 因為沒有限制 這個道的功用你掌握不住 那麼所以強為之名約大 那我們用大來形容他好了 好 然後大約是 這個幾個約字 大約是是越遠 遠約反 這個約字 約是而的意思 大而是 我們說這個很大 從這裡開始好了 開始走 這樣走 大而是 視而遠 這樣子 然後遠就要反 所以他是運轉的 大 然後就開始運轉了 因為道是可以周形而不代 就不停地運轉 好運轉 你看遠到這裡遠 他離這裡很遠 最遠的 那如果他跑出去呢 跑出去不回來 不回來就沒有了 離到 所以他一定要回來 所以他強調反 負 各位還記得我們 富貴於嬰兒 富貴於仆 富貴於無極 富啊 要回來啊 不回來的話 就離開了 那這個當然 老子其實知道 老子知道人 不可能永遠存仆 一定會跑向複雜 跑向欲望 所以要回到到的那個 欲望少的那一面去 所以 大而視 視而遠 眼而反嘛 那個 造反的反是回來的反 好 好 這到這裡是一段 這裡是形容道 然後底下 又加了一段 底下這一段 我有一點 我有一點懷疑是後來人加的 但是已經都有了 所以沒辦法說 我們還是要解釋 如果是我自己的話 我可能認為到這一段 不過老子常常如此 先講一些概念的啦 或者是定義的 或者是什麼原理的 然後後面就推到政治的 或者是人為 或者是人生的那個教養 教訓 修養 政治的一些原則 所以也沒有什麼大問題 好 故道大 天大 地大 王亦大 他說道是大了 那天也大 地也大 王也大 所以欲中有事大 這不用解釋 而王居其一焉 好 我特別說 我在後面有特別說 我說王字應該不是 而是人亦大 我說應該啦 我這我懷疑的 各位不要認為就是一定對 這是我的 我想我跟各位說過說 我讀書有時候會有自己的看法 我說王亦大 應該做人亦大 因為下面是說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嗎 你看他明明就是人 所以地中有事大 而人居其焉 然後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 很和很順 怎麼會搞一個王呢 我自己懷疑 我說王 做王大概是後來的君王 想說人亦大 那我君王幹什麼呢 所以就把他改成王亦大 這當然是猜測啦 猜測 那麼各位也可以參考 不一定要按照我的說法去解釋 好 那麼各位讀過尋職嘛 尋職是人可以參天地嘛 天地人參 三者是對一的嘛 那那個觀念是不是來自於 道家的這個人亦大呢 我不敢說 但是先秦時代是有這樣子的 天地人 當然老子代表他這樣道 道是我想是他特別的 因為道非常的 這個掌握所有的東西嘛 那我們一般人文的話就是說 天地人 所以人能夠儒家說參天地之化育 尋職說人能夠參天地 他不是參天地的化育 他是參與天地的管理 那現在老子說道跟人跟天地 是可以四種都道 那人當然就可以跟天地並立 所以這裡也把人的位置強調出來 不過當然還是 最後還是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你看 最後還是以自然為最高 所以人要效法地 地要效法天 天外效法道 那你說自然比道還要高 你剛剛不是說道是最高的了嗎 怎麼又來了一個自然呢 好這就是不要執著於符號 道法自然就是道極自然 道就是自然 道跟自然是一樣的 最後這個道法自然這個字 可能要不要跟上面那三個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來一體看待 道是純認自然 所以純乎自然 那這裡強調當然是 道的作用 以及人能夠在道裡面 也成為欲重之世大之一 那如果解為王呢 當然解為王就很容易 也可以很容易解決 統治者也可以跟天地道並列 那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這個比較不是那麼理想 也就是說道 他不應該是把人分成 統治者跟非統治者 因為這道家來講 人沒有高低可分 在道裡面人都是相對的 人都是絕對的 沒有相對的可言 沒有說王比人比較大 沒有 那這是第25章 我們再看第51章 27頁 這一個先把它講完 先讓同學們等一下不要恍惚 可是這個好像這一節好像講不完 對不起 這是在講 這一章就講到道德了 你看道德並講了 我們先把它練一遍 講義的十一頁 先行兩岸文顯的27頁 道生之德敘之物行之事成之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道之尊德之貴 輔莫之命而長之然 故道生之德敘之 長之欲之亭之獨之養之貴之 生而不有為而不是 長而不宰是為玄德 最後他講道德並講以後 最後講玄德 歸結為玄德 你看剛剛不是孔德 然後我們前面說常德 常德就是恆德 現在又來一個玄德 這些詞都一樣你不要執著 你不要說玄德比較高 還是橫德比較高 還是孔德比較高 一樣 只是不同的名項而已 不同的名項而已 不要執著 都是德 那當然用玄德是說深不可測的德 那麼用橫德是說經常不變的 用孔式來形容它的大 所以看它形容哪個面向而變 不要執著 好 道生之 這個之都是指萬物 道生萬物 德 敘萬物 敘是敘養 道產生萬物 我們這個道是明天地之始 那麼德是明萬物之母 不過他這裡德 我們剛剛說過說 無是道有是德 好這是本體 這是作用 所以德能夠虛揚萬物你看 它產生作用了 我們說你受到什麼什麼的德則 就是因為你受到道的作用 受到某人的作用 物行之 物行之就是物讓這個萬事萬物自然成形 那麼在道跟德的生亡化養之下 萬物各自具有它的形貌 比如說人有人的樣子 狗有狗的樣子 那麼牛有牛的樣子 所以物行之 物成為一個形體 事成之 這個事是情事 這是指後天的環境 後天的環境 後天的時空因素 跟一個養成的構成 讓你形成 比如說人是有個別的形貌 可是每個人不一樣 每個人受了後天的教養 那麼受了後天的襲染 於是你形成了不同的個性 這是所謂事成之 那麼是以萬物莫不准道而貴的 所以萬物 既是道之所勝 既是德所虛養 既是道德作用之下 產生了各自的形體 又因為後天的形式 在道德的那個生化養之下 成為各自 各別具有各自的特色 所以當然是尊道而貴德 尊敬道而重視德 所以尊道而貴德是指萬物 因為道德而生 所以就重視道德 那這個當然是他 他一廂情宴的講法 這是他對於宇宙論的看法 就是人是道德所生的 所以人因為道德的力量 因為道跟德的力量 而能夠具有各自的形貌 而且也具有各自的特色 好我們說過道家中視個體 道家中視個體價值 他每一個都是不分 不分所謂善惡是非美醜的 每一個東西在哪來看都是相等的 可是他又有因為後天不一樣的作用 而產生特色 每一個個體都是有自己的特色 所以莊子的逍遙裡面就會發揮說 什麼叫比較高的逍遙 他說大鵬比較逍遙還是小鳥比較逍遙 如果不比較的話都是逍遙 如果要比較的話當然就是會有高低的資分 所以在世俗的觀念裡面是要比較的 是相對的 世俗裡面是要相對的 但在道裡面是沒有是沒有相對的 是個體是每個都一樣的 好那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等下再來講後半段好了 好底下又講一次重講一次 故道生之得敘之 他不是有道生之得敘之物行之誓成之嗎 然後現在又是道生之得敘之又來一次 因為他強調前面強調是一個 人萬事萬物的由道德而產生 然後所以就尊重道德 那輔末之命而常自然 道之尊德之貴 輔末之命而常自然 道為什麼尊為什麼貴呢 萬物尊道而莫不尊道而貴的 那為什麼道是尊德之貴的呢 因為他莫之命而常自然 他不會命令萬物一定要如何如何 那他是讓萬物自然的發展 所以道是尊德之貴的 也就是說道德之尊貴在於 他讓萬物自然生長 那前面不是講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嗎 道就是自然 所以道是尊重自然的 道是讓萬物自然發展的 我們強調說道尊重個體價值 沒有什麼分別 貴賤分別 也沒有是非分別 這強調是講道的公正性 以及他的這個不干涉 不加干涉 故道生之 再講一次道生成萬物 這個之還是萬物的意思 德敘之 德長養萬物 長之欲之 成長他 化育他 這個之都是萬物啦 不只是人而已啦 對待萬物都如此 停之獨之 養之貴之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虛養他 那麼這個負是覆蓋 也就是這個 讓他不會受傷害 就是讓他被罩住 比如說我們被天地所負 天所負 地所載 就是指我們擇天地 而能夠滋養嘛 比較難的是停之獨之 什麼叫停之獨之呢 我們看一下那個 對不起 那個楊亮 對不起那個王斃的柱 就是不清楚 他說 未成其實 各得其辟印 不傷其體 你看他整個講起來 沒有講說什麼 生之敘之養 長之欲之 停之獨之 是什麼 養之負之 八種他說成其實 通通完成了 各得其辟印 各得到道德的辟印 不傷其體 不傷萬物之體 好像沒講 可是也有講 只是說他沒有把他個別講 那我們剛剛把他個別講了 指一下 我們停之獨之好像很難講 因為獨之好像是要把他獨害了 其實不是 那獨是借為這個獨 借為這個獨 當然就可以解釋 不過不解也可以啦 我們看一下 那個我給你們找到的那個註解 29個註解 唐朝的徐堅 有一本列書叫初學記 他在第九 第九卷有一個文選便命論的 他引了一個李善柱 李善柱又引了老子 說停之獨之 蓋之負之 我們是停之獨之 養之負之 他把他引成蓋之負之 好蓋之負之 可能還比較好一點 為什麼 因為道生之得敘之 那個得敘之 不就是得養之嗎 你為什麼重複一遍 你得敘之又得養之 為什麼又養之負之 所以也有可能 當然也有可能不停版本 也有可能 然後這個李善柱的引 還比較接近原本 也不一定 只是我們現在沒辦法證明 因為本質都叫停之獨之 養之負之 那王必柱 我們特別柱 他這引的王必柱 引的王必柱 他說 停為品其行 獨為成其實 那我們這裡王必柱只有 為成其實 沒有停為品其行 獨為成其實 那是不是掉了字呢 還是說李善自己把它加了 現在沒辦法證明 不過不管怎樣 這裡的王必柱 或李善引的王必柱說 停為品其行 我們說停停欲立 各位記得這個詞嗎 所以道讓人停停欲立 所以成就他的行體 品其行 獨為成其實 獨就是讓他成為 所以這個成其實就讓他 具有他的內在 實是明實的實 他具有內在 具有行 行為品其行 獨為成其實 所以行實 外形跟內在都具有了 所以道讓一個人 或道讓萬事萬物 具具有形體 又具有內在 所以我說這裡當然有治理意思 但是也有自然讓他成就的意思 所以這裡所謂停之獨之 是讓一個人成就 或讓一個萬物成就的意思 那養殖父子就不用講 就是說道會養溢萬物 覆蓋萬物 所以不會傷害萬物 所以生而不有為而不是 生長萬物而不佔為己有 這是道 又回到道 為而不是 這個有所作為而不佔是己公 所以王碧祖說為而不佔 有為有作為讓萬物長成了 可是他不佔有 他不佔有 長成萬物的功勞 所以長而不宰 長成萬物而不佳祖宰 這不宰就是我們前面那個 那個不辭的意思 前面我們剛剛不是補了一個 那個萬物作焉而不辭嗎 萬物成長 可是他不會做祖宰 所以長而不宰 所以那個詞就是主宰 是為玄德 所以這就是玄德 也就是說這是偉妙的德 偉妙的德 偉妙的作用 偉妙的道的作用 所以道跟德他等於一起把它講了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這是五十一章 我們不是說下德經講的是德嗎 道經主要是道 那你剛剛看到二十五章 什麼二十一章第一章 通通在上篇 通通在道經裡面 所以道經重德 德經重 對不起道經重道德經造德 好像也是有道理的 不是沒有道理 前人不會亂講 前人讀了那麼久不會說分不清道在哪裡 德在哪裡 不會應該有他的道理 那德比較重用我們也講過 所以博書本出來的時候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後 我們才會說王書面老師認為那是道 那是法家的傳本 因為他重視作用 重視現實 比較不重視原理 那老子道德經是先重視道 再重視德 所以他叫道德經 道家的傳本應該是道經在前 德經在後 那這是解釋是要有道理的 不能亂解釋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個 我們也不用多解釋 而且課本裡面也沒有的四十章 就反者道之動 弱者道之用 天下萬物生於有 有生於無 這個字要看一下就好了 反者道之動 道的運動 道的運轉是反 剛剛我們才講過了 大於四十越遠越反 所以這裡面可以印證 好 弱者道之用 注意弱者道之用 道的作用是裸弱 道不是剛強 雖然他運轉 他讓他長成萬物 可是他是裸弱的 為什麼 因為他是自然 道法自然 道是自然的讓萬物成長 天下萬物生於有 有生於無 這就不用再解釋了 那我們再看文選的第十一章 就是第七頁 我們看一個有無 主要這個是要講有無 你不要執著 不要執著而已 以為老子裡面的有無 就通通是在講道 不是 而且也要讓講到 講到無用之用 因為無用之用是莊子最喜歡講的 可是這個觀念老子已經有了 所以各位看第七頁 第十一章 按和尚公註本此為無用章 這個和尚公不錯 和尚公這一章掌握得不錯 這一章確實就是無用章 在講無用的 講義第十一頁 三十斧共一股 當其無有居之用 言之以為氣或團之以為氣 那麼當其無有氣之用 著父有以為氏 當其無有氏之用 故有之以為利 無之以為用 那麼王碧柱說 木質必 所以成三者 對 所以成三者 而皆以無為用 木質必 所以成三者 而皆以無為用 木質必 都是有 那麼 都是用無來作用 所以言無者有之 所以為利 皆賴無以為用 好這次講無用之用 那我們解釋一下 就三什麼叫三十斧共一股呢 那麼三十個條斧共用一個股 底下有註解 底下有註解啦 什麼叫股 修文說股 俯手臭也 俯就是俯條 六書故說 俯至正中為股 空其中走手貫也 俯臭其外 各位騎腳踏車嘛 腳踏車車輪 不是有幾條幾條 然後穿到中間那裡去 那如果沒有穿到中間去 它成為一個輪子嗎 不能成為一個輪子 所以假設我們說這個輪子 這邊有一個中空的 然後通通穿過來 好這裡就是無 空的 空的 你看腳踏車 或你去中文系辦公室 裡面不是有個車輪在那裡嗎 它一定有一個輔條 各位我們上次讀過李玲傳嘛 不是那個搭局輔條在那邊打仗嗎 就是把車輪拔下來 拿著那個在那邊打 當木棍 那就是輔條 所以三十輔共一骨之後 三十隻輔條 共用一個骨 共用一個車骨 這個是個乘數 這就是現實世界裡面的車輪 當其無有鋸之用 這個輔 這個骨 骨是沒有 但是車子才能夠產生作用 所以無才能夠產生作用 只有那幾個輔條沒用 你有三十條五條 三百條五條 沒有骨是不能用的 所以有不一定能產生作用 要有一個無 才能夠讓有產生作用 那鹽指以為器 這個鹽指的鹽 第一個解釋是調和 我想解為這個 世文座這個鹽 這個不要吧 經典世文座這個 他不從這個 這個就是換了義符 從這個土字就是在那邊捏土 從這個手字就是用手去捏土 一樣的道理 這是我們的中國文字的微妙地方就是 有時候用不同的義符來表示 那這邊就是生乎沒有問題 生乎生讀鹽 當然有人說 這個字要讀為團 團就是捏 捏土 在那邊捏土 各位可能有做過 小時候有做過那個陶土 那你說我用陶土做個杯子吧 那你不會說我把它通通捏成一塊 像石頭一樣 那不論是杯子 所以杯子一定有中工 比如我現在喝水 為什麼 因為它有空的地方讓你裝水 所以他說鹽指以為氣 就我那一陶土 直就是陶土 我那一陶土來做一個氣物 當其無有趣之用 那個無的地方 才能夠產生氣敏的作用 氣敏要有中空 不管是碗 杯子 什麼都是要中空 不然的話就不能用 所以他是在講 沒有才能產生作用 那這幾個 還有鑿附有以為是 鑿 鑿就是我們說挖 附有 附當然是單門叫 單善叫附 一個門 獨立的一個門 我們現在大部分 大家公寓都是一個門 那麼兩個門才叫門 所以我們說門附洞開 門附洞開就是門也開 附也開這樣子 那 藥是窗子 藥是窗子 所以你蓋房子 蓋房子你要有單戶的 有雙戶的 有窗子 然後才能成為一個窗子 那不然就是 那個 吶喊裡面講的 一堆人被關在鐵屋子裡面 鐵屋子是沒有窗子的 所以最後大家都在睡覺 那麼那個 去跟魯信講說 我們應該這個大家都睡著了 我們也要把大家都叫醒 雖然沒有窗子可以逃出去 但是大家起來以後 不是可以一起想辦法 把這個鐵屋撞開嗎 這是吶喊秩序裡面所隱喻的 各位有空的話 一定要去看吶喊的秩序 看一看魯信為什麼出來寫小說 就是因為中國就像一樣 一間鐵屋 大家都睡著了 也發生火災了 大家都在睡覺 要有一個人說大家起來 現在發生火災了 我們怎麼衝出去 於是魯信就是要當那個 出來叫醒大家的人 這是一個充滿隱喻的 這個大家一定要有所認知 那當然我們蓋房子 我們不會說我們不要窗子 也不要門 那不要門 你蓋那個房子根本進不去 你說有啊我好窮 我租房子都是租沒有窗子的 你至少還是要門 我們以前高 我們以前大學的時候沒錢 租那個沒有窗子的 有租過沒有窗子的 整個就只有門 進去通通沒窗子 因為比較便宜嘛 便宜蠻多的 沒錢 但是你住一陣子就受不了了 因為根本沒辦法 第一個沒空氣流通 第二個是 你根本看不到外面 當然就受不了了 所以我們趕快搬走 那大家覺得有多一點錢 也可以忍受 為什麼 因為他不能用嘛 所以當其無有事之用 你看窗子那麼多 門這麼多 當然你們要進來才方便嘛 不然怎麼進來呢 所以他這裡的富有啊 這個植器裡面的中空的地方啊 還是說那個 那個古裡面的中空的地方啊 都是無 都是無 那無啊 看起來是不能用嘛 可是他有用 所以是道嘛 道是無嘛 但是道有非常大的作用 他用這兩個比喻 那這裡的無有啊 這裡的無跟有 我們剛剛講的都是講道啊 那這裡的無跟有不是道啊 你不要誤解 這裡的無跟有 都是指現實世界裡面的東西 現實世界裡面的東西 也是無跟有的對立 當然無跟有的化身 跟對立的作用 那他都要有中空 都要有中空 所以故有之以為立 有東西才能夠產生便利 但是無之以為用 有中空的地方才能產生作用 所以講的就是無用之用 那各位不要誤解 這兩個無有程式是一樣 程式是不一樣的 就前面講的什麼道啊 德啊那些講的無有 是指本體的 這裡講的是現實的 現象界的 那不管是現象界的還是 絕對的道啊 他都是無跟無的高 無的境界比較高 那當然你可以跟他唱反調嘛 就是說有時候無也沒用 當然你說無沒有用嗎 我告訴你空氣有嗎 空氣有沒有用 空氣就是沒有 你說空氣有啊 因為你們感知不到 所以有沒有當然還是 有一些認知的問題 那無用之用 在莊子的消誘裡面 特別發揮 在後面那兩三章 就在講無用之用 那莊子把它推到幾點 那因為重視無 因為老子重視無嘛 所以他會發揮到 現實世界裡面來 發揮到政治思想裡面去 發揮到人生希望裡面去 都是在講無為 人要無為 不要太過於有為 因為無才能夠產生作用 那無又跟首柔有關係 所以無又會跟居杯首柔都有關係 這些各位也要記得 那我們在這一節 我們就這樣講 我把它歸納的那幾點 各位自己看一看就好了 因為我也 我先告訴你 我也不會去考說 道有幾種含義 你把我背出來 不會啦 不會 這個是給各位參考的 那麼如果你有訊息 你要繼續研讀的話 你就會到各章裡面去看 我只是做一個歸納 那我們底下 如果同學們有什麼問題 我們討論一下沒有的話 我們就要往下講 老子的人生哲學 那麼同學們 大概在恍惚狀態之下 要開始出來了嘛 那恍惚其實就是 老子所說的 有中 無中是有 有中是無 好像沒有 可是有啊 因為其中有敬 其中勝真 其中有信 都是有東西 可是有東西你說 他有沒有 他又好像沒有 他這樣作用才大 這是他定義的 我常常在想 這樣定義到底 有沒有反而更難懂 可是剛剛寫了 炎義本來就是有個大問題 所以炎義之變 好 炎義之變這個問題是 不是只有我們中國有炎義之變 什麼邏輯學裡面 什麼邏輯學裡面都要講 炎能不能敬義 有人在那邊講說 炎義之變是什麼 什麼多少才開始亂講 炎義之變從先情就開始變 名詩相不相符 這裡很清楚老子就講到了 第一章 老子第一章就在講炎義的問題 莊子也講了一堆 周易也講了一堆 有人還不知道 還贏了半天 那個什麼魏晉賢學的東西 魏晉賢學當然是根據 到周易老莊而來的 因為三弦 談三弦 就產生炎義之變 那炎義之變 我想論文不知道有多少 看不完 以前我們 我們研究所的同學 我有一個同班同學 他的碩士論文就做炎義之變 這樣三四十年過去 當然還是很多人在做炎義之變 這個問題是不會做完的 只要人類就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你要用言語 沒辦法把 用言語是沒辦法把實際講得完整的 所以炎當然是不敬意的 可是炎又不完全不敬意 因為你都不炎 不炎義更不清楚 所以非得而言不可 所以強制之約 強明之約 勉強講一講 所以莊子就會說 要怎麼得那個 能夠得益而妄言的人 得到益你就不要妄言的行跡 所以講話的目的就是要讓你能夠認知 但你說認知不行 我沒辦法認知 好 那讓你體會吧 可以嗎 所以我們說你兩個心意相通 然後不用講話 死個顏色就知道你要想什麼 比如說你們死個顏色 老是叫的好差喔這樣子 你們就心裡面知道了這樣子 那不用說講出來說老是叫的好差 然後讓我聽到很傷心這樣子 那我看了一下你們死個顏色 又知道我叫的很差 這樣也就可以達到目的了 那這就是言跟語之間 因為也可能誤解啊 你死個顏色 搞不好是我們等一下去跳舞 而不是說老是叫的很差 可是你誤解啦 所以也可能誤解啊 有時候就必須要講出來 所以講話是必須的 講話是必須的 但是講話的目的是要讓聽的人 聽得懂你講了什麼 就像我跟同學們講 你們寫作文要先 至少要先把意思講出來 我知道你要講什麼 我知道你要講什麼 下一步才要修事嘛 所以先達意 先達意是一個目的 最重要的意思先達意 達意之後才有修詞 然後修詞 儒家是說修詞立其成嘛 要真的有那樣 所以就不要那個言過其實 不要這個情依夫詞 當然現在的文學可能要求情依夫詞 詞要漂亮一點 內容有沒有感情有沒有不管 那這就這都是言意的問題 因為言跟意到底是要完全相符呢 當然沒有人能夠做到 可是至少要盡量 盡量答意 那老子當然是勉強要告訴我們說 言跟意是沒有辦法的 為什麼因為道可道非常道明可明非常明 可是我們要勉強的來說 所以勉強的說話就變成 如司馬先生所講的 如這個韓菲子所講的奇詞 唯妙藍之 唯妙藍之難以掌握 但他試著幫我們講 那有沒有講得好呢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希望同學們 藉著這樣子嚴厲的反省 可以達到比如說講話就是要講的 讓人家聽得清楚 那麼當然聽話的人 也要提升自己的境界 注意對方在講什麼 進到對方的體系裡面去 不要隨便 不要誤解 當然不要誤解就是期望 更不要曲解 他講的他明明不是那個意思 你就故意把它扭曲 當然曲解我們剛剛說不可取 但誤解也應該避免 應該避免 以免產生一些沒有必要的一些糾紛 或者是錯誤的認知 或者是其他的引申出來的不好的 負面的結果 好 這大概是我們 讀道家的另外一個功效吧 就是說知道說 語言文字 剛剛講的是言 言包括語言跟文字 言是講話的 行註於文字就是寫的 所以寫的目的也是這樣子 你要寫的是要幹什麼 當然不要讓人家 你本身寫的人 就不要讓人家產生誤解 當然你說有其意啊 不免誤解啊 好 如果是你要讓他故意有其意 比如說文學的是要有其意的 讓他意象更多更繁複更好 一個意象代表好多意思 更好沒有錯啦 那就是文學的 你要好好 但是你也要讓他 產生你想要的其意 而不是讓他亂想 那就說明文跟議論文來講的話 其意就 除非你是故意讓他有產生其意 不然是不要 儘量不要 所以詢子為什麼要定義 為什麼道教也要定義 詢子要定義 寒飛子也要定義 因為定義了以後 我就是這個意思 你不能說不是這個意思 那他已經定義了 你就應該照他的定義去說 雖然你可以不同意 但是你在他的系統裡面 你就必須要按照他的定義去說 這樣才有辦法得到他所要敘述的意思 不然的話就是 你要不就誤解要不就曲解 這也是我們可以做進一步思考的 好 這個部分有沒有問題 這個問題我大概幾十年來都在思考 以至於我去讀了很多語用寫的書 語意寫跟語用寫的書 大概花掉我好幾年的時間 在讀語用寫跟語意寫的書 我覺得把話講清楚 然後把自己要講的意思傳達的 讓對方能夠了解的越多 越好 越成功這樣子 雖然我做不到 但是我試著去做 不管是任何場合 你都應該注意你講話的目的是什麼 然後對誰在講話 然後讓對方更清楚的了解你的意思 不會產生誤解 也不要讓對方產生曲解的機會 儘量少一點 這樣可以減少很多沒有必要的浪費 有沒有問題 好 沒有我們來看第五節 第五節是講老子的人生哲學 所謂人生哲學包括兩個面向 一個是自我修身 另外一個是怎麼跟四人相處 所以我說是修身以處事思想 那第十二頁到第十三頁 第十二頁這個司馬貞 唐朝的司馬貞 這是三家住裡面的一家 那麼他的史記索隱 他在奴陵列傳裡面這樣說 因為奴陵就是講這個學者的嘛 那麼他特別說 老子道德篇雖微妙然通 然盡而觀之 禮國禮身而已 禮國禮身就是治國治身 那麼因為唐高中名字叫禮治 他就把治改成禮 那禮就是治嘛 我們說治禮治禮嘛 所以禮國就是治國 治國禮身 就是治國修身 所以這個當然 這個話當然有偏僻 因為老子道德篇 不只是講治國治身 治國修身 他還有你說沒錯 治國之道嘛 沒有就我們剛剛講的 但他沒有 他不只他還有 他還有陳述道德的定義的 當然是講治國 禮國就是政治哲學 禮身就是修身 修身就是人生哲學 所以他強調是說 老子的思想不外乎 政治哲學跟人生哲學 那我們說他還有定義道的 那你說定義道的 也在治國修身裡面 我想不是 老子除了治國修身以外 他還有更 微妙然之的道的問題 強調是本體論跟宇宙論的問題 好 那我們不管 我們要來看 老子的人生哲學是什麼樣子 我說老子的人生哲學 可概略分為修身以處世 在修身方面 在第十三頁的第三項 我說在修身方面 老子主張修道 由修道來達到修身的最高境界 修道就是要自虛守敬 自虛守敬 這個虛敬就是 荀子裡面講的虛而敬 世衛大清明那個 求道就要虛而敬 所謂自虛守敬我們等一下就會看到 在處世方面呢 老子主張重信不爭 守於何光 重視信用 但是不要跟人家爭先 不要這個爭功 要守於何光 守於就是 守 治守於於樵樸 要何光同成 這個觀念你不一定同意 但是我們要知道 他為什麼這樣主張 他這樣的主張 有什麼優點 有什麼缺點 那我們一直強調說 學先秦諸子就是要知道 他們有什麼主張 他們的主張到底是 好在哪裡 壞在哪裡 但好在哪裡壞在哪裡 是你定義或是我定義的 那你要採取 接受還是不接受 那是你的自由 你可以參考 那修身的篇章是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十六章 十六章我們沒選 所以我們只好看講義的十三頁 講義的十三頁 講到修身的相關的問題 我們看十三頁的第一個隱文 智虛即守淨堵 這六個字就是修養的最高境界 修養的基礎 功夫跟最高境界 萬物並重 無以貫復 虎物雲雲各復歸其根 歸根曰盡 四位復命 復命曰常 知常曰明 不知常望作兇 知常榮 榮乃公公乃王 王乃天 天乃道 道乃酒 陌生不待 好 這個一層一層 那他又有一些定義 又有一些功夫 所以智虛即守淨堵 這個這些可以插掉了 因為又另外一個段落了 你看 智跟守 動詞 虛跟淨 名詞 集跟堵形容詞 就這樣子很簡單 所以智虛即 智是推求推智 智跟守都是指 智就是去求嘛 那麼守就是守住 所以智虛 集跟堵都是到最高境界的意思啦 這是形容詞啦 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虛淨是形容心的空明寧靜的狀態 他當然是名詞 所以虛是 虛是比喻心的空明 而不帶有任何成見的一種狀態啦 就心因為空明寧靜 因為空明而不帶有任何成見叫虛 就是我們說虛心受教的虛啦 那 寒輝子定義裡面的虛就是 你不會因為你已經學了東西 你就不能接受東西 你學了東西還是可以接受東西 就是那個虛 那沒有你先把成見排除 然後讓不同的意見進來 所以虛才能夠接受不同的見解 你才不會有成見 好 靜是指經過虛以後的修養 而達到了寧靜的不被外物干擾的境界 他兩個都是名詞 都是一種境界狀態 好 那麼所謂自虛就是 輕虛以自首的意思嘛 我們漢書一文字裡面不是說 道家輕虛以自首嗎 好 那基本上我在講義裡面已經講了啦 各位可以看 我這邊有幫同學們做了一個簡單的說明 就是第十三頁這裡有說 他說 我說這一章講的是修身的功夫 講述的是自虛跟守靜的明心 因為古人啊 古代的人都認為心是能失手的 我們現在知道是腦嘛 所以明心的功夫跟效用 功夫跟效用 功夫就是你要去做 你要經過體驗實行 那這樣叫功夫 然後最後達到的效果叫效用 所以我說人必須毫無成見 先拋棄成見 那虛懷若骨的接受 所以這樣子才能夠動明肆理 認識真理的全貌 當然這個真理就是所謂的橫道啦 橫道 那麼做到兼容併包的境界 這是自虛的目的 自虛就是要這樣子 那不過世人啊不容易自虛啊 世人容易被外界的一些 你已經邪道的東西所蒙蔽啊 比如說我們學到儒家思想 我們就不會認為道家思想有道理 我們說儒家是這樣主張的 可是儒家這樣主張 不表示不能有其他主張啊 其他主張行不行呢 當然你可以說他是異端 當你講出異端的時候 就是你心中已經有成見 已經有什麼是是什麼是非 這就是這樣子 所以道家告訴你說先不要定義什麼是是非 什麼是善惡嘛先不要 所以把它拋棄掉你的成見 所以我這裡說啊 世人常常容易受外界的事物蒙蔽 又常常喜歡應用自己的心智 然後認為自己很厲害 自己才氣最高 那麼這個稍微受了一點氣啊 他就跟你賭氣 跟你在那邊故意 故意搞你 故意跟你做對 所以很多事情都浪費掉 很多生命力也浪費掉 因為根本不必用在那個上面 不必做無謂的爭執 這是道家認為啊 這個人喪失掉太多寶貴的東西 是有時候其實是自己造成的 那我這邊又說因為心中有成見 那麼心中被成見所限制住了 所以就沒辦法看到更多的 可能是真理的那一面 或者不同的面向 所以這些都是障壁 就浪費沒辦法虛靜了 所以你就必須要讓它虛 然後讓它靜 所以我這邊說虛就是 在消除這些心靈的障壁 那守靜呢 守靜就是要保住 已經由自虛所達到的境界 讓它能夠繼續空明寧靜 所以自虛以後就要守靜 那麼這樣子就能夠讓心靈 既清明又靈靜 那因為道家認為只有讓心清明又靈靜 才能夠讓你好好的想事情 想的事情對了 然後又去好好做 然後就可以繼續累積 最後完成比較好的工作 那虛子就是承繼這一條路線而來的 所以虛子有解壁篇 解除心靈的障壁 那這個恐怕虛子所繼承的 不見得比從盧家那邊繼承來的少 也就是說虛子其實 它把盧家跟道家的精華都馬上吸收了 好這是第一章 那麼我底下沒解釋 底下沒解釋 萬物並做萬物一起做 一起做就是一起作用 一起動作一起生長 所以萬物同時生長 無以官復 這個無是指統治者 統治者 當然也有人說這個無是指道 我想都可以解釋 無以官復 這個官出現過好幾次了 官是官造的意思 故常無欲與官其妙 常有欲與官其 叫我們那個官 官造 就我從萬物的並作裡面 我來官造 它怎麼反覆 它怎麼回來 它怎麼運轉 覆就是往復循環 就是怎麼樣轉 我們剛剛講過說 道是這樣轉的 這樣轉的 這樣轉的 那萬物在運作裡面 我們看它怎麼轉 那他說虛物雲雲 雲雲是眾多凡聖的 凡聖的樣子 萬物非常的凡聖 各覆歸其根 這也是老子的定義 老子認為萬物再怎麼多 它最後都會覆歸其根 假設我們說這裡是定點 這裡是起點 起點也就是終點 剛剛不是寫始足落環嗎 這裡是開始 也是結束 所以它必須要反 它必須要覆 所以各覆歸其根 回到它的本根 那覆根約靜 這是它的定義 他說覆根叫做靜 因為靜 它才是道的本性 道是靜的 那你說道是靜 那它為什麼又運轉 它運轉還是靜 剛剛不是急溪遼溪 運轉的時候是急溪遼溪的 運轉並沒有辦法讓你 發現說它動得好厲害 因為它沒有跑出去 它就在那個軌道裡面運轉 所以覆根約靜 是靜 回到本根 回到虛靜的本根 叫做覆根 叫做靜 是為覆命 好 命就是人的本性 叫命 道家的命 沒有那個 我們後來解釋的那個 迷信的命運的命 的意思 它就是人的本性 所以覆根約靜 是為覆命 覆命就是回覆虛靜的本性 在道家 在老子來看 虛靜就是人的本性 虛靜 虛靜就是人的本性 那你說 在循子就不這樣認為 循子認為人的本性不是虛靜的 因為人的本性就是要發展欲望 所以循子取之道家 但是它有反對道家的 很清楚 循子認為人不可能虛靜 人就是有欲望嘛 因為動物性 動物性就是想要吃啊 當然想要吃沒錯 你肚子惡然到你不想吃嗎 你冷了你不想穿嗎 當然要嘛 所以他看到了另外一面 他認為人要滿足欲望 怎麼辦呢 就去搶嘛 就去爭嘛 然後去搶去爭 社會就大亂嘛 社會大亂不行啊 這樣人沒辦法生存 人會自取滅亡啊 所以那些聖者啊 就趕快用禮義來教化你 這是循子的一套理論 循子的理論就這樣子 所以聖亡很重要 禮義很重要 在道教不是啊 道家說大家都虛靜啊 所以你幹嘛用禮義呢 不需要禮義啊 我們大家都虛靜 我們大家都沒有欲望啊 禮義幹嘛 你看他又製成一套體系 他覺得禮義是 外在要人家讓人 更去追求的東西啊 不要 所以這個世衛負命 負命曰常 好這個常啊 就是我們那個橫道常 這裡你看 經常不變的常嘛 負命曰常 恢復 恢復 人虛靜的本性啊 是萬物運作的規律啦 不變的規律 常就是常規嘛 負命越常 恢復到虛靜的本性 就是萬物運作與變化的不變規律嘛 知常曰明 了解了萬物運作的變化的不變規律 這樣子叫明啦 這個叫明 明就是了解了萬物的循環的規則 這個叫 智慧的本名 就你如果能夠這樣了解萬物的運作 萬物是回到虛靜的本性的 你就可以稱得上明 所以我們說某某人很明智 明智 就你了解 你這個通達的這個萬物的運作是虛靜的 你又回到虛靜 這樣叫明 好 所以知常才能夠叫明啦 所以你是明智的 那你不知常呢 不知常望作凶 不知常你就會望作 你就會隨便去作為 隨便作為你就會產生凶險 所以不知常就會望作 望作就會凶啦 好 那意思就是老子就是說 你已經了解萬物的反覆循環 是一種自然 而且反覆循環是要回到虛靜 你了解了這樣的特色 你就不會 因為萬物的這種不停的生長 你就離到越來越遠 你就不虛靜了 所以虛靜還是要回來的 虛靜是最後的歸結 好 那知常融 知常就能融 知常還是剛剛那個知常 知常約明嘛 你已經明智了 所以就能夠無所不包容 那當然一個人很通達很明智 就看待事情 不會說 那個這個也不對 那個也不對 他就說這個也沒有不對 那樣做只是另外一種選擇而已 對不對 就像你選擇了法律系 跟你選擇了中文系 沒有對錯 因為財性不一樣 本性不一樣 意思你做了不同的選擇 哪有對錯可言 在道家來看 沒有對錯 只有適不適當 適不適性 才是道家要考慮的 沒有對錯可言 這是 所以他說知常融 知常就能夠無所不包容 那當然就心胸寬廣 處事原容 容乃公 這無所不包容 就能夠公 這個 公是公正的意思 就無所 這個等於說 人就可以很公正 就坦然大公 無所偏師 然後公乃王 好 這個公乃王就說 無所不包容 這個坦然大公沒有偏師 就能夠成為帝王 這樣子 我先把這樣照字面上解釋 這個我是覺得他不對 好 王乃天 你那個成為帝王以後 才能夠跟天道相合 天乃道 既然跟天道相合 就能夠達到道的境界 道乃久 達到道的境界 就能夠永久的統治 陌生不待 終生都不會有危險 這是一派 這一派說法是王 做王啊 就是要跟道相合 跟天相合 這是強調 知常 統治者知常 那我這邊有解釋 我認為知常隆 隆乃公公乃王 是公乃權的錯字 公乃權的錯字 為什麼呢 我們看三十個註解 王必的勞子註 說 蕩然公平 則乃至於無所不捉樸也 無所不捉樸 則乃至於同夫天也 好 蕩然公平 就是 隆乃公啊 那公乃王 乃至於無所不捉樸也 王怎麼會無所不捉樸呢 所以王必看到的本質啊 應該不是王啊 無所不捉樸 應該是公乃權 周權嘛 所以不捉樸嘛 所以我說那個 無所不捉樸也就是公乃權 權乃天 則乃至於同夫天也 天乃道嘛 那麼這個是應該是 從註解裡面去推本文啦 這是訓古學跟教酬學裡面的一個 版本學裡面的一個很重要的知識 從註解裡面可以看出來 現在原文錯了 本來應該不是那個樣子 這是很 比較進階的一個研究方式 好 勞建的勞子古本考說 知從隆 隆乃公 以隆公 二字為韻 王乃道 天乃道 道乃酒 以道酒二字為韻 讀公乃王 王乃天 二句韻相遠 他說公乃王 王乃天啊 韻腳太遠了 王字異本 王字異本可疑 此二句 王字概及全字之而 公乃全 全乃天 全天二字為韻 王必住隱 周朴師爺 這我的意思就是這樣子 你看 這個 榮乃公公乃全 這個 全乃天 天乃道 道乃酒 這個是都是有押韻的 那你讀讀中間這兩句沒押韻 所以公乃王啊 應該是公乃全 王應該是全的錯字 錯了兩個字以後 整句的理解 就變成 偏向統治者 這裡啊 可能不講統治者 而是在講人的修養 人的修養 整章我都是把它解為修養 自虛其守盡讀都指修養 好 好 這是 我對於這一章的解釋 這一章其實基本上講的就是修身 那修身就是要自虛守盡 那自虛守盡以後就能夠能夠 就能夠擁有智慧的本名 就能夠很通達 就能夠跟天道相合 跟陌生不帶 不危險 這個帶當然 這個帶 解為為帶 為帶 一個 第二個解為帶 解為懈帶的帶 也可以講得通 就是中生都在那邊運轉 中生都回到虛境 也可以解釋 因為這個帶字 剛剛我們已經講過一次了 那麼 講那個運轉的時候有講到 好 底下沒有時間 底下沒有時間講第48章 48章我們下一次再講 因為48章也是一個誤解 或者說一個奇異 不要說誤解好了 48章很容易產生奇異 因為 微學日益微道日損 微學日益微道日損 很多人把它兩個 變成相對的 就微學日益 微道日損這樣子 那就是相對的 那到底日益什麼 日損什麼呢 就產生了一些奇異 那這一是一派 那有人 像我跟王淑敏老師一樣 我都是把它解圍說 微學是一面 微道是一面 他是講了兩件不一樣的事情 並沒有對立 沒有 那就是說 微學要每天增加 微道要每天減損 那當然就日益什麼東西 日損什麼東西 還是要解釋 我們下個禮拜 先請同學們看一看 我們再來解釋 這一張 是老子講的 講的修身 修身的那個方向 然後又談到 做學問的方向 那一般來講說 道家不談做學問嘛 道家講的都是修身嘛 沒有做學問怎麼會有 能夠講出一些道理來 這個儀式就是後來的那個 明朝的那個禪學者 或者是宋明底下就講說 大家上階以後 滿階都是聖人 明朝人當然講很好 他從孟子那邊講說 每個人都有善性嘛 所以每個人都是聖人 所以我們上階以後 每個人都是聖人 問題是我們上階以後 每個人都是壞人 不是每個人都是聖人 為什麼出了這個問題呢 當然因為沒有修養 沒有修養就是說 每個人具有善性 所以他就會成為聖人 問題是他善性沒有發揮 他被後天感染了 所以老子是講到說 做學問是要累積的 累積了才能夠 增積歷久則錄嘛 各位讀過勸學篇都知道 增積歷久才能錄 所以為學要日益嘛 為道呢 為道不能日益啊 你說要啊日益 或是每天要自虛守盡啊 可是他又告訴你說 很多現實世界裡面的東西 會讓你產生偏僻啊 那怎麼樣讓這些東西損呢 所以他講的為道日益 就是要損掉 讓你不能虛靜的那一面 其實這一章就是講這個 很簡單 可是 有人就說 微學會日益 讓你更不然越來越不好 所以不要微學 一次就有說道家就是強調 絕學無憂 沒有道家確實是強調絕學無憂 因為如果你太執著於微學啊 你就會以為學問就代表一切 當你以為學問就代表一切的時候 你就完蛋了 因為你也不知道世界還有學問以外的東西 世界當然有學問以外的東西啊 所以不會是博士就贏了其他人嘛 不會是博士就能夠超越所有人 沒讀書的人嘛 不是 因為學問只是可能是知識 也可能是讓你更加的執著 你讀了越多你就更加執著 以為讀了什麼書就無所不自 事實上不可能嘛 那養生主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一開始講的就是 人生也有癌 知也無癌 以有癌 隨無癌 代以 以而為知者 代而以矣 你要用有盡的生命去追求無盡的生命 然後又認為說 你追求到有限的那個知識 就是所有都知道了 大家當然危險嘛 當然危險 所以要知道學問是有不足的 學問有不足我們就不要執著於學問嘛 我們要知道說 有些學問是不夠的 要超越學問的限制 所以他要絕學 對不起 這個絕是有奇異啊 那你把它解為斷絕 斷絕就是不學嘛 斷絕就是不學 所以我不要學了 一般都是這樣解釋 可是他絕還有超絕啊 超越學問啊 超越學問的限制就無憂嘛 那莊子講的就是超越 因為他校友就是要超越啊 超越 超越時空對人的限制啊 你世俗的價值觀也是一個限制 所以他都要超越他 那從這個角度來講 就不會有斷絕不學了啦 當然要學啊 學問 莊子跟老子的學問多好啊 他不學怎麼有 不可能有啊 不學是不會有的啦 所以現在我們教育界不是講說 大家快樂的學習 快樂的學習是沒錯啦 可是快樂的學習 以至於什麼都沒有也可能啦 快樂到什麼都不學 現在我們就有一個問題啦 因為學習本來就有痛苦的一面 學習完才快樂嘛 不會說什麼都不學就快樂 那就是變成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快樂什麼東西呢 我倒不知道什麼都不學 能快樂什麼東西 這是一個大問題 現在台灣的同學有一點就 我們現在那個教育 就是我們在快樂中學習 目的是沒有錯啦 我們學習是應該要快樂的 可是快樂中學習 有時候不免也會有痛苦 你要忍受那一段痛苦啊 比如說背誦 好痛苦喔 你們叫你們背那個什麼 國際銀鏢 大家以言學好痛苦喔 這樣子 背完就不痛苦啦 一個月可能就會啦 下次要用聲音學的時候 你就很好用啦 不然你聲音學 到時候要用國際銀鏢 你什麼都不會 沒分數什麼都沒有 那要去跟大陸的人 交通你也沒辦法用 因為他們是用國際銀鏢 國際銀鏢是世界通行的 我們用波波波波 當然我們學兩套很好用啊 你寫兩套的時候隨時都可以用啊 那不學不學不行啊 但是你也不要就現於說你會一種 你就自以為是 比如說很多人真的 我們現在很多博士 其實什麼都不是啦 所以他不知道什麼是生命嘛 以至於有那個博士就 人家救護車來了 他就是不肯讓 以至於那個病人就死掉了 各位知道這個事情嗎 他就狂暴症啦 他就說我就是不讓 救護車在那邊抱抱抱他就不讓 結果那個病人就死掉了 這個不是因為他有博士他就學問比較好 沒有 所以各位不要因為你讀到大學 你是知識分子 你就會瞧不起說 那個沒受教育的傢伙 那沒受教育的傢伙可能 比你擁有了更高的智慧的本名啦 你看有很多人在生命裡面得到了體會 可能比你的學問裡面得到的體會更高 所以我不是一直強調說同學們 既要讀書又要去體會事物 又要去多看看環境嘛 環境的變化可能讓你 了解了某些你過於執著的東西 那我就覺得中文系的同學 因為太 我們這個因為背負了太重的八股譜 就是要讀古書嘛 那古書是讀不完的啦 那所以你應該要警惕 讀書以外應該要在現實裡面做一些體會 就是說體會是 體會事實就是我們比如說那個自虛守盡 那就是一種體會啦 那不是純粹讀書可以做到的 你要讓你的心能夠安靜下來 不會去追求一些世俗告訴你要追求的東西 但你可以追求啊 因為世俗要追求的東西 也需要我們人不能不生活啊 但是到什麼程度 可能自己要有定見 下個禮拜我們就可以來講這個 就是為學怎樣 為道怎樣子 好 我們先到這裡